没有尽头的生命究竟是一种恩赐还是诅咒 目睹无数死亡经历无数尽头后 你还想继续生活吗 每句《不死法医》为你讲述一个在死亡与重生之间无限循环的故事 一天清晨男主亨利·摩根像往常一样去上班 摩根坐在一名金发美女旁边并用俄语向他问号 美女非常好奇并反问你怎么知道我是俄罗斯人 摩根解释道她的包里放着一种只有俄罗斯人爱吃的巧克力 接着摩根预祝美女新闻演出成功 美女一脸懵逼摩根继续解释 她的手指由着长期拉小提琴才能造成的压痕 并且说到她的衣服领口有点湿 应该是刚刚洗完澡 要不就是去约会 要不就是去参加活动 而在美国坐地铁去约会可不常见 美女又惊又喜 邀请摩根去观看她的演出 然后再一起喝一杯 摩根当场表示愿意 然后就在这时 就这样摩根看着美女死去 而自己也将要再次经历死亡 临死前 摩根回忆起了自己第一次死亡的场景 大约在200年前 摩根正在为一名黑人船员治病 而船长却要将黑人船员丢下海 摩根赶忙阻止 结果被船长开枪打死并丢到海中 从那时起 摩根的生命便没有了尽头 但每次死亡 仍能感觉到疼痛 不管在哪里死去 摩根都会在水里复活 但复活的有点尴尬 全身一丝不挂 来接她的是一位叫亚伯的老人 也是这个时代 唯一知晓她秘密的好朋友 与此同时 本剧的女主 警探乔马丁内兹 从家里出发去上班 今天要处理的案件 就是刚刚发生的地铁撞击案 乔在案发现场 发现了一块古董怀表 此时同事告知了女主大致情况 出谱猜测 列车员应该是撞击前 突发心脏病死亡 导致地铁失控 整劫车厢的人无一幸免 并让女主去法医办公室 等待进一步的验试结果 镜头转回亚伯开的古玩店 摩根在此处有一个秘密房间 这些年来 他一直在研究 如何才能真正的死去 而这个秘密房间 就是他的研究室 回到工作 摩根解剖了列车调度员尸体后 告诉乔 死因可能是中毒 具体结果 要等鉴定报告出来再确定 就在这时 一通陌生的电话打来找摩根 电话那头的神秘人 竟然在询问摩根 如何在地铁事件中活了下来 摩根瞬间懵了 问他如何得知 电话那头却说 找了摩根很久 然后挂掉了电话 镜头一转 回到了亚伯古玩店 摩根将电话的事告诉了亚伯 并且感觉自己暴露了 其实200年来 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 导致摩根血液被抽干过 还被活体解剖过 于是摩根准备带亚伯逃离纽约 可亚伯走不动了 建议摩根不要再逃避 并处理此事 此时乔正在调查地铁录像 却发现一个拿着怀表的熟悉身影 放大一看 竟然是法医摩根 只要一脸懵逼 镜头回到法医工作室 摩根打开一封 没有邮编地址的粉丝来信 里面竟然是1995年 他和曾经的爱人阿比盖尔的合影 在信封里还有一张报纸 报纸头条便是地铁撞击事件 摩根此时好像想到了什么 随后便找亚伯告知了他的猜想 地铁撞击案应该就是神秘人策划的 目的就是证明自己不会死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 他将列车员体内毒素 注射到自己体内亲自试毒 几分钟后 摩根又在海边复活 通过试图得知 这是一种父子花毒 奇效极快 而警探桥此时带人 堵在了亚伯商店门上 通过监控发现 摩根当时就在那里车厢上 并且还留下了怀表 于是摩根成为了警方怀疑的凶手 摩根则淡定地解释道 如果他是凶手 会用泼 而不是父子花毒 并且检查尸体时 还会说是毒发身亡 说完便自信地离开了 回到工作室后 再次解剖死者尸体后 有了重大发现 死者尔后 有凶手留下的指纹 提取指纹后 赶快将指纹交给乔 进行指纹对比 根据对比 证明指纹属于一个叫汉斯的人 乔和摩根秘密调查汉斯家里 发现其后院 种植了大量父子花 潜入后 发现了提取毒素的实验室 此时汉斯正好回来 乔正准备逮捕他 不料汉斯突然偷袭 一个回手套将提取月 拖向了乔 然后趁乱逃走 索性摩根用乙醇和火焰 及时综合了毒气 救了乔的命 调查得知 汉斯原来是一名化学工程师 他的妻子在三年前 意外跌落地铁被撞身亡 而当时撞死他的 就是这次列车事件中 死亡的调度员 也就只说 这是一起报复杀人事件 而摩根有些纳闷 难道地铁事件 不是针对自己 晚上 乔邀请摩根一起喝一杯 毕竟白天 摩根救了他的命 就在两人聊天之时 乔的同事打来电话 说在汉斯家找到了大量 装有毒药原料的桶 而其中两个桶已经空了 很显然 汉斯想制造更大规模的杀伤 摩根根据桌上图纸分析出 汉斯的下一个作案地点 应该是在人员密集的中央火车站 汉斯妻子死亡地点 也正好在那 于是瞧 立马带大批人马来到了中央火车站 摩根观察了大厅后发现 今晚的温度很低 而火车站空调竟然打开了 父子花毒吸食后 可以融入空气中 原来汉斯是想通过通风系统 大量传播父子花毒 正说着 二人赶快前往楼顶空调外击处 可上楼寻找后 却没有找到汉斯 就在这时 汉斯突然出现在桥背后 一枪打中了他 汉斯用枪威胁摩根 帮他投毒 摩根寻寻善诱 开导汉斯 但无济于事 子弹射穿了摩根的胸膛 但是摩根发动了不死技能 挣扎着爬起来抱着汉斯 一起摔向楼下 来了波一换衣 但是摩根可是身穿复活甲 丝毫不慌 乔在医院醒来 摩根毫发无伤地在他眼前 说自己昨天说服了汉斯 他跳楼自尽了 乔正想询问细节 一通电话打来 是找摩根的 还是那个神秘人 摩根问他到底想要什么 神秘人说 真正的死亡 这是我们都无法选择的东西 他和摩根一样 无法死亡 不如找点乐子吧 挂掉电话后 摩根离开了房间 在走廊上回起了往事 那时他参加二战 到处是受伤的士兵 而阿比盖尔救下了一名婴儿 婴儿的手臂上 有一串数字纹身 亚伯手臂上 也有一样的数字纹身 显然亚伯就是 当时的那个婴儿 伤愈后的乔 将怀表送给摩根 同时告诉摩根 隔壁街区发生了一桩命案 一把叫本庄正宗的武士刀 插在了一个人身上 乔邀请摩根一起前往现场 摩根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一位妹子在出租车上 焦急地打着电话 一边还催促司机加快速度 就在车开上一座大桥之后 妹子突然让司机停车 司机无语表示 这儿不能停车 然而妹子直接打开车门 逼停了司机 一个箭步冲了出去 直接翻过了大桥的栏杆 紧接着一声尖叫 妹子从桥上坠入水中 清晨 男主摩根正在处理一具 头插斧头的男性尸体 推断后 认为这个倒霉蛋死于意外 不是吧阿瑟 这个人头上被撇的一副头 你他妈说是意外死亡 更何况 死者死前与邻居吵了一架 我奶奶来了都能看出来 这不是意外死亡吗 好吧 摩根开始了他的表演 同一桌上看 死者是橄榄球粉丝 昨晚正好有场比赛 这位老哥当时还喝醉了 将停电误以为是 自己家的电线坏了 由此推断 这个倒霉蛋醉醺醺的爬一口气 案件告一段落 本集最后一出电话打来 又是神秘人 他说想通了摩根 为什么会在乎那么多事 因为摩根是个才活了200岁的孩子 而他已经活了2000年了 叫他亚当吧 以后会有时间见面 亚伯看到一个小男孩 在门口玩滑板 露出了羡慕的表情 摩根调侃 你这把老骨头 估计会摔得屁股开花 接着 摩根说他有了重大发现 是一种全新的死法 亚伯吐槽摩根 是活傻了 摩根却说 他只是想和正常人一样 生老病死 经历人生各个阶段 亚伯反问 那你是不是也想尝试清光眼 做过神经痛 老年时代啊 如果自己是摩根 就会去尝试各种可能 去享受生活 而不是整天 研究如何去死 画面一转 眼镜叔刚从车上下来 手提包 就被窜出来的劫匪抢走了 按照常理来说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 肯定是追不上 撒鸭子就跑的劫匪 没想到眼镜叔 敏捷点满 剑步如飞 追上劫匪 并且把他压在身下 重拳出击 结果刚打两拳 眼镜叔突然嗝屁了 白衣摩根在线尸检 死者比尔今年67岁 剪开赤身后 玩偶居然有着八块腹肌 这强健的体魄 显然与年龄不分 果然摩根发现 老头的大脑早已千疮百股 也就是说 67岁的死者 有着30岁的身体 和100岁的大脑 接着在死者体内 发现可疑的胆汁 有点人造香草的味道 死者的儿子过来认识 说他父亲每天乘坐地铁上下班 回家后 也没有锻炼过身体 不可能拥有如此强健的体魄 两年前 母亲去世后 他父亲仿佛变了一个人 甚至怀疑这个人 根本不是他父亲 确实很奇怪 得到了健兽的体魄 却失去了智力 摩根在死者的手提箱内 发现了一张名片 还有大量现金 名片上写着 青春 活力 有经济 图案是一条鲜尾蛇 象征着永远的延续 摩根和乔来到案发现场搜寻线索 令摩根不解的是 老比尔为什么带着大量现金 来这个不起眼的结局呢 就在这时 对面一辆豪车上下来一名贵妇 这个贵妇显然与这个混乱的结局格格不入 于是两人决定跟踪他 看看他要去什么地方 没想到外大正朝看到了咸尾蛇的图案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走进去一看 貌似是一个高科技的医疗机构 对面电视上播放着广告 一名医生模样的老人说着 你想长生不老吗 你想年轻活力有惊喜吗 那就赶快服用回春剂吧 摩根听完表示 不 我不想 原来这里叫回春糖 电视上的医生叫加德纳 是这里的负责人 根据加德纳的介绍 回春剂是一款能延缓衰老的高端药品 而且啊 价格不菲 顾客每周花一千美金 就可以返老还从 摩根质疑产品的安全性 毕竟都输人命了 加德纳表示 回春剂绝对无毒无害 并且通过了药检局的备案 既然这样 乔想要一份样品带回去分析 可加德纳却告知材料昂贵 没有搜查令 不会提供 此时一个漂亮的女医生 过来打断了电话 加德纳医生向两人告辞 她还有事情要做 乔陪加德纳上楼去拿名片 摩根看到之前那名贵妇 正在购买回春剂 上前一番叫谈 以及狂吹彩虹屁之后 悄悄顺走了一份样品 此时 乔也偷偷拿到了加德纳的指纹 回家之后 摩根对回春剂进行分析化验 发现回春剂里 都是一些廉价药物 根本没有什么昂贵药材 但也没有有毒的成分 那究竟是什么 让死者身体强壮 大脑却千疮百孔呢 法医工作室内 卢卡斯发现 有具无名女士不见了 其他同事也没有看到尸体在那 难道尸体复活自己跑了 为了保住工作 卢卡斯悄悄隐门了此事 乔通过调查指纹 得知了加德纳的真实身份 原名叫哈罗德 从未接受过医学培训 两年前曾在迈阿密 开过一家疗养院 然而意外发生了 加德纳被人杀死在家中 摩根仔细观察案发现场后 得出结论 凶手从后面勒住脖子 然后用手术刀 精准刺入药害部位 一刀比 肯定是一个拥有医学背景的人 定头回到工作室 再检查了加德纳的大脑后 摩根发现 同老比尔的大脑一样 千疮百孔 摩根仔细思考 回春剂肯定有什么有毒的成分 没有被检测出来 苦思冥想之后 摩根恍然大悟 是软病毒 软病毒既不是毒菌 也不是细菌 但没有生命 是由少量蛋白质构成的 所以任何检测都无法发现它 软病毒会研制脊髓 潜入大脑 使脑部出现海绵状空洞 这也就是为什么 死者大脑会千疮百孔 而软病毒存在于大脑脑髓中 那么大量脑髓 又是从何而来 摩根怀疑 有人偷走了太平间的尸体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从去年至今 一共丢了12具尸体 通过不断追问卢卡斯得知 最后一个和他交接尸体的人 是一个叫安东的司机 安东知道卢卡斯喜欢吃甜甜圈 故意用甜甜圈 分散了卢卡斯的注意力 偷走了别的尸体 小立马通知警方抓捕安东 便很快在安东提车的地方逮捕了他 并在车上 发现了一具被挖掉脑子的尸体 回到警局 敲审讯安东 安东刚开始还否认 当听到要把他遣送回乌克兰时 果断承认回春剂就是他做的 说他在乌克兰 接受过生物医学教育 隔壁的摩根 一听就知道他在撒谎 必让乔问安东 是不是用瑞宝斯基法 提取大脑的 安东回答 是 可摩根却说 根本没有这个方法 由此推断 制造回春剂的另有其人 就在这时 摩根看了回春堂 所有客户名单后 竟然发现了亚伯的名字 胆懵回去质问亚伯 亚伯很淡定 表示自己只是怒过丑了丑 压根没有买 也没有吃 作为医生的儿子 怎么会相信这些东西 摩根这下才安了心 接着亚伯说 当时有个化学家 想说服自己 是个挺漂亮的妹子 摩根一听 原来如此 竟然是他 漂亮化学家是萨莎 26岁 是乌克兰的化学家 是加德纳的女友 同时也是司机安东的妹妹 她才是回春剂的制造者 东窗事发后 萨莎准备逃离 结果摩根和乔吉是赶到 根据萨莎交代 最初使用干细胞制作时 是没有副作用的 但是成本太昂贵 加德纳威胁她 用死人大脑 否则就告她非法移民 所以才铤而走险 偷尸体 挖脑碎 谁知死者体内 有软病毒 她本性不坏 只是被奸生利用 激动之下 萨莎想一死了之 幸好摩根奋不顾身 将她救了下来 案件告一段落 通过最近的事情 摩根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 生命是宝贵的 当你永生不死的时候 需要有人提醒你生活中的美 不管你活了多久 都要尽力去享受 每一天 纽约市博物馆 正在举行一场捐赠仪式 91岁的格罗利亚卡莱尔夫人 打算把自己大部分的财产捐出去 然而她本人却非常苛刻 并且喜欢怼人 怼完儿子怼市长 毫不留情 看来奶奶是位祖安人呀 说着格罗利亚独自一人 走进了一处 对外关闭的画廊内 而她的身后 貌似有人一直跟着她 格罗利亚的尸体出现在画廊边的走道上 死状有些凄惨 乔是这起案件的负责人 因为画廊还在装修 监控设备还未投入使用 现场有没有目击者 发现老太太尸体后 在场的人们都来看热闹 破坏了案发现场 令乔有些生气的是 如此重要的案件 摩根却未出现 取而代之的是卢卡斯 卢卡斯表示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我也是法医 要不要先听听我的分析 镜头回到法医办公室 摩根其实一直在等卢卡斯回来 卢卡斯简要介绍死者身体多处骨折 脊椎严重损伤 手臂还有滋味造成的伤痕 全身共有二三十处挫伤 乔过来质问摩根 为什么不去现场 你知道死者是谁吗 摩根却说 自己从来不会去那座博物馆 死者自己很熟悉 是纽约市钢铁大王的女儿 俄罗利亚 还断定这不是自然死亡 此时在隔壁休息室 卢卡斯遇见了一位妹子 妹子有些好奇 卢卡斯吹牛说 自己是这起案件的首期法医 还说老太太是死于谋杀 没想到妹子竟然是记者 专门尽来搞点大戏问的 很快有报纸报道 格罗利亚死于谋杀 还说她是个尖酸刻薄的老巫婆 格罗利亚的儿子康纳德气炸了 这能忍 来到警局 对着警局领导就是一番友好问号 你们警方怎么办事的 事件报告都还没出来 就下结论说是谋杀 而且还把消息透露过媒体 这是卢卡斯战战兢兢的出现 他已经写好了词声 准备引咎辞职 摩根表示这可不行 你走了谁来当我的小伙伴 让他不要声张 我替你摆屁 于是他主动向康纳德道歉 可是康纳德正在气头上 根本不接受道歉 并且要求更换法医 期间摩根注意到 康纳德的左手一直在发抖 从办公室出来后 乔邀请摩根去博物馆调查 上次不准他调查格罗利亚的群体 但没说不可以去案发现场 当他站在博物馆门口时 思绪回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 他和阿比盖尔来到了这座博物馆 而里面正是格罗利亚在举办四日宴会 两人悄悄混了进去 那时的阿比盖尔是多么的美丽动人 转眼间碎也匆匆 博物馆依旧应力 昔日美人却已不在 在案发现场 摩根用一种特殊的方法 追踪死者的脚印 痕迹一直沿着楼梯 推测他应该是被凶手从高处推下 还在后面逼着他继续往前爬 综合推断 案发当时还有一个人 与此同时 警方有了新的发现 一个叫兰斯的人 曾崩随老太太进入画廊 画面一转 兰斯被带到了审讯室 乔问他为什么要杀了格罗利亚 兰斯大喊冤枉 原来兰斯爱上了老太太的孙女索菲亚 但索菲亚的父亲康纳德极力反对 而兰斯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便鼓起勇气 想征求格罗利亚的意见 所以当晚 只是找机会和他说此事 隔壁的摩根 通过电话让乔问了几个问题 兰斯说格罗利亚当时 行为有些奇怪 而且说话还含糊不清 说他还提到了什么烧焦味 摩根匆匆把乔叫了出来 说老太太不是被人推下楼 而是中毒后摔下去的 闻到烧焦味 是一种孽叶中风中状 一般是服用治疗 跌前症药物引起的 要想证实格罗利亚 到底有没有中毒 就必须给他的肝脏 做切片检查 但是晚了一步 尸体已经已经要编一管了 与此同时 乔找到索菲亚打探线索 得知格罗利亚曾声称 要把康纳德从遗嘱中移除 所以康纳德很有可能 为了争夺遗产 而杀害了自己的母亲 就在摩根一筹莫诊之际 康纳德来到警局心事问罪 说警方办案托托拉拉 毫无进展 而他颤抖的左手 再次引起了摩根的注意 联盟询问康纳德 服用哪种这条癫痫的药 是不是本妥赢 康纳德回答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摩根说 就是这种药物杀死了 你的母亲 于是警方对康纳德进行了审讯 康纳德表示自己 虽然对遗嘱的事不满 但是绝不会伤害母亲 一番审讯之后 警方也没有确切的证据 只好放任 此时为了弥补过错的卢卡斯 偷偷溜记密语管 对格罗利亚的尸体 进行了肝脏截片 事实证明 摩根是正确的 根据他肝脏损伤的程度 摩根猜测 格罗利亚是在宴会开事前 三小时服药的 也公布出来了 不是儿子 也不是孙女 正是毛母 在审讯过程中 毛母否认自己是凶手 并且一一说了 格罗利亚当天下午做错误事 摩根从中发现 一件事情非常可疑 那天下午的天气非常暖和 格罗利亚却在别墅里升起了火屋 于是摩根和乔 马不停蹄地来到了 格罗利亚的别墅 在被读里 发现了被烧了一半的碎纸片 看到这张碎纸片 摩根似乎又想起了人 在摩根的回忆里 阿比盖尔问格罗利亚 有没有所爱的人 他说有 但是今晚他来不了 可是下一秒 他的孩子和丈夫就出现在深吼 显然他爱的是另一个人 这个博物馆里 都是著名画家的作品 但是有一幅画 格格不入 作者是个没名气的阿根廷人 而这幅画的署名 恰好和碎纸片上的一致 说明格罗利亚 与那幅画的作者 有着某种联系 随后 摩根在格罗利亚的车里 发现了一瓶本土营药片 在结合之前的主种细节 摩根终于解开了所有谜团 格罗利亚是自杀的 根据事件报告显示 格罗利亚是癌症晚期 他知道自己密目有瘾 便写好了遗嘱 决定用自杀的方式 来终结自己的生命 从服药到发作需要多长时间 他都计划好了 然而没想到在画廊遇到了一丝 耽搁搁了一点时间 所以还没等他走下楼梯 药效发作直接摔了下来 强忍剧痛 拖着严重受伤的身体趴脚 来到这幅画旁 欣然离世 他之所以选择宴会当晚自杀 是因为宴会上有他念念不忘的东西 没错 就是这幅画 而这幅画的作者 是格罗利亚心爱的人 当时康纳德也回忆起 当年母亲确实爱上了一名画家 打算私奔 但父亲知道后 威胁要毁的画家 虽然身体留下了 但如心早已远去 多年后 他捐给博物馆数百万美元 就是为了能将画家的画展出 直到自己生命的尽头 能够死在这幅画间 这是一段亲美的爱情故事 他对于爱情的执着 令人感动 往后余生 风雪是你 平淡 一处老旧城区 字母城内 一对情侣正在跟着中介看房子 通过中介介绍得知 这个街区以前脏乱差 到处都是毒贩 不过 最近一位房地产大亨收购了这里 准备重建 现在买将来必涨价 小情侣听了 很高兴啊 然而这时 小伙闻见了一股腐臭的味道 顺着气味来到最里面的房间 竟然是一具腐烂的尸体 随后警方赶到现场展开调查 摩根看到门口坐着一个小男孩 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原来死者是他的好朋友 名叫劳尔 第三天 他们还在拳击馆接过面 走进房间 摩根注意到了 墙上有很多污渍 尸体胳膊上插着针头 连已经被老鼠哽烂 接着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从尸体腐败程度看 死亡时间是三天前 头部有个被钝器击打留下的伤口 鞋底粘着很多橡胶颗粒 但是地板上却没有 说明死者很有可能是被杀死后 然后搬到这里的 画面一转 来到法医工作室 进一步尸检后 摩根发现死者手臂上的针头 并没有插进血管 只是插在了肌肉掌 应该是死后被人插上的 想伪造吸毒致死的假象 头部的钝器伤口才是致命伤 摩根想到 每一批次的毒品都是不同的 查出毒品批次 再根据批次找到卖家 也许就能顺藤摸瓜地找到凶手 夜里 摩根带着卢卡斯来到了案发现场 让卢卡斯去抓啃尸过尸体的老鼠 说不定可以从老鼠体内 检测出毒品的皮子 看来卢卡斯还是摆脱不了工具人的命运 摩根四处走走 在门口遇到了一名毒贩 交谈得知 老儿以前确实吸过毒 但是自从出狱交了女友后 再也没有碰过毒品 摩根打算买点回去做化验分析 结果被路过的警察当场逮捕 大半夜跑去扎案部说 还买毒品 不出所料 被女上司大骂一通 就在这时 卢卡斯回来了 乔和摩根找到老儿的女友了解情况 老儿是个很不错的小伙 虽然之前吸过毒 坐过牢 但是出狱后改过自新 在拳机馆认身工作 努力生活 最后一次见老儿的时候 听到他在电话中跟别人争吵 可案发后老儿的手机就失踪了 调查得知 老儿所用的手机号码不是记名的 运营商那边查不到通话记录 看来只能寻找丢失的手机 另一边 卢卡斯有了结果 老鼠体内毒品太多了 想找到老儿体内的是哪一种不现实 摩根纳闷了 那你这连野加班都干了啥 卢卡斯看到有只老鼠生病了 于是给他做了阻塞性肠手术 摩根惊呆了 没想到你这小子还是个兽医 真牛逼 不过也不是没有收获 在老鼠胃里取出了一些东西 其中有一枚带有拳机图案的戒指 显然是老儿生前所带的 摩根又看了看尸体的CT 掌骨裂痕说明他死前曾与人打斗过 根据这一线索 乔和摩根来到了拳机馆调查 诺斯教练是老儿的同事 从他口中得知 老儿之前和一个房地产开发商 发生过矛盾 这个叫汤米的开发商 买下了这里的半个截区 包括这家拳机馆 准备全部拆掉建高级公寓 老儿死活不同意拆迁 因此和开发商产生了矛盾 摩根询问 教练头上的伤痕是怎么弄的 教练随便找了个理由敷衍了回去 此时摩根又看到了 之前那个小男孩在角落里坐着 手里拿着网球 貌似有什么心事 从小孩这里得知 老儿为人很好 他将老儿视作自己的大哥哥 看着小男孩 摩根回忆起很多年前的事 他曾遇到过一名小孩 小孩的父亲去世了 他就去照顾小孩 为了感激摩恩 小孩送给他一个皮包 可是当时的房东 认为一个小孩 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要赶他走 摩根上前阻拦 却被打个半死 这么多年过去了 同样的事情仍在积聚 从拳机馆出来后 乔和摩根又来到了 旁边一家综合超市 超市老板说对老儿很熟悉 经常来买彩票 乔询问老板 老儿之前联系周围的商铺 一起抵制拆迁 你怎么看 超市老板对老儿的行为并不认同 说自己这家店开了很久了 经常有人来偷摸抢杂 他早就想把店铺卖了出去了 还说老儿看事情太片面 看来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开发商 于是两人来到开发商的施工工地上 发现地上铺制的橡胶颗粒 和老儿的鞋底一模一样 老儿猜测 这里可能才是案发现场 这里离发现尸体的房间很近 足以让凶手把尸体搬过去 而凶器很有可能是这种铁锹 而乔也想到了 之前追踪老儿手机信号就在这附近 于是拨通了老儿的手机号码 摩根隐约听到了铃声 立马掘开地面寻找 这一行为引来了开发商汤米 可使摩根搞破坏 可是要负责的哦 可摩根已经找到了老儿的手机 一旁的汤米说着 谁是老儿 我不认识啊 但当乔拨通老儿手机最后一通电话时 他的手机却响了 审讯过程中 汤米坚持自己不认识老儿 他要拆了那片街区 有人不买很正常 而且每天都有很多陌生的电话打来 并不能代表他就是凶手 由于没有证据 只能先放了他 乔告诉摩根 就算真的是他 也不可能亲自动手 一定会支持马仔去做 接着乔还真找到了一个人 汤米手下有个叫卢的打手 之前是黑棒的混混 于是两人就对卢进行了监视 发现汤米给了卢一个纸袋 而卢又把纸袋放到了拳机馆里 要和摩根潜入后 在教练的更衣柜里找到了那个纸袋 里面竟然装着五万现金 这很可能是汤米买凶杀人的赎金 于是乔和摩根连夜叫了教练 质问他为什么为了五万美元就杀掉老尔 教练去否认 五万美元是汤米花钱 请自己去说服邻居们卖掉房产的酬劳 后来被老尔知道后才发生冲突 但自己和他是好兄弟 不可能杀他 教练为了给好兄弟讨回公道 当了警方的见人 去套老板的话 没想到那老板才是个老狐狸 对杀人的事追字不提 摩根此时又想到了那个小男孩 也许能从他口中得知一些线索 可小男孩看到街对面的炉后就吓跑了 摩根看着小男孩扔球留在墙上的印记 想到在死者房间里也有同样的印记 推断当晚小男孩应该看到了作案过程 而凶手很可能就是炉 所以才会害怕 摩根赶快去寻找小男孩 然而在街角只看到了他的自行车 很有可能小男孩已经被炉抓走了 乔丽马让同事蓝停了炉的汽车 可小男孩根本不在车里 摩根糊涂了 难道不是炉 可小男孩分明就是看到炉才跑了 除非他看到的不是炉 而是后面的超市老板 说着两人就去了超市 大白天的超市竟然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 不对劲 两人进去之后 果真在地上发现了小男孩的网球 接着两人摸进了地下室 找到了老板和小男孩 就在老板准备杀掉小男孩的时候 摩根分不顾身地冲了出去 看到自己行为暴露 老板夺落而逃 追捕过程中 老板的枪口对准了摩根 超市老板还没有指认 谁是幕后黑手就死了 汤米只是因为行贿而被逮捕 摩根虽然很不甘心 但也只能接受 而拳机馆也因为这起案件 得以保留了下来 一位妹子从酒店出来 他慷慨他给了保安100元小费 接着他步行回家了 但意外发生了 妹子半路就被人杀害了 4日早上 在警局 乔收到了一个奇怪的包裹 竟然在流着血 摩根接到电话后 立马就赶到了警局 打开包裹 里面竟然是一颗人类的心脏 看来这又是一起棘手的案件 摩根在仔细化验后发现 那颗心脏上 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不过根据心脏可以看出 死者是25到30岁的女性 心脏是被人用专业手法切下来的 切下来的时候 受害者还活着 而死者的身体非常健康 仅凭一颗心脏 摩根只能得出这么多结论 警方立马调取了 最近失踪人口的档案 第一位妹子27岁 但照片看起来像37岁 她的心脏肯定不怎么健康 第二位名叫玛丽 是做小姐的 有过前科 根据遗忘的案件 小姐总是很容易被凶手盯上 根据排除法 受害者应该就是玛丽 三人前往酒店 询问门口的保安是否见过玛丽 一开始保安失口否认 毕竟干这一行的 手口如瓶很重要 但当墙告诉她 玛丽已经身亡时 她意识到了事件的严重性 如实交代了 当晚死者离去的方向 这里有个拐角处非常隐蔽 对面的酒店一览无余 后面还有个货运电梯 虽然没有监控 但摩根在墙上发现了 女人衣服上的亮片 摩根环望四周 看着对面的一家肉铺 他好像发现了重要线索 他告诉乔 凶手很有可能是在模仿作案 说着说着 摩根的思绪又闪回到了 1888年的伦敦 多塞特打击上 这里发生了一起 骇人听闻的凶杀案 凶手非常熟悉人体的构造 每次杀人后 都会带走死者的一个器官 那时的摩根依旧是一名医生 他调查了案发现场 死者是个女孩 同样是环丽 死状非常恐怖 画面回到现在 摩根和乔走进肉铺 竟发现了环丽的尸体 几人惊呆了 这完全是在模仿 开膛手接壳的风格 案发现场的每一处细节 都和当年一模一样 就在这时 摩根接到神秘人打来的电话 并和他聊起了这起雄杀案 案发现场尚未公开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就在摩根疑惑不解的时候 听到手机里传来了警笛声 原来神秘人就在外面 他赶紧出来寻找 但只找到了一部留下的手机 摩根和亚伯聊起了这起谋杀案 所有的细节 都和当年开膛手 Jack的手法一样 要不是时隔百年 摩根真的相信凶手就是Jack 他在案发现场 发现了凶器残留的碎片 根据死者身上的刀口来看 凶手用的是一把 非常罕见的古董刀 目前仅存100多把 只有从古董商人那里 才能买到 于是摩根就让亚伯 去法国老那里打听一下 看看最近是不是有人 买过这把刀 另一边 摩根对照原始案件的笔记 发现死者身上的每道伤痕 每个切口的位置都一模一样 当摩根看到死者胳膊上的 轻型伤口时 突然想到 多年前死者手腕上的伤口 是月牙型的 而当时报纸的记者 把形状搞错了 凶手肯定看过这张报纸 而这张老报纸 只有图书馆里才能看到 于是摩根和乔 马不停贴的来到图书馆 这张报纸一共借出过两次 第一次借出记录 正在1889年 第二次刚借出去的 并没有归还 表明凶手可能就在这里 环顾四周 一个黑一男做得心虚 收拾东西拔腿狂奔 脚紧随其后追了上去 慌乱中 钟一男的背包掉落在地上 里面竟然有节肢用的锯子 就在这时 神秘人又打来电话 他提示摩根 马力的案发现场还有重要线索 是黑色大梨花 黑一男没跑多远就被抢当场抓获 审讯过程中 他看到死者的照片 不但不害怕反而很激动 他说自己是个作家 他那些资料 都是为了新书《碎魂者准备》的 《碎魂者》是他小说里的角色 是一个激励杀人犯的恶魔 《碎魂者》的上一个系列 就是讲开堂手杰克的 至于那些句子 只是为了寻找写作灵感 韩韩·卢卡斯还是他的忠实粉丝 珍藏了许多碎魂者的刊物 漫画里记载了作案的详细步骤 而凶手可能就是看过这本书 就在这时 他们收到举报 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果然凶手是模仿黑色大梨花案件作案 摩根在死者的口中发现了尼龙纤维 在附近发现了一种脚印 上面有一片银杏树叶 但是附近并没有银杏树 这种树只有远处的卡洛尔花园才有 另一边 亚伯来到古董商那里打听线索 老板说他在两周前 的确卖出过一把古董刀 但他以商业机密为由 拒绝提供买家信息 老亚伯只能顺手牵羊 偷走了账本 与此同时 调在《碎魂者》的书名留言区里 发现了重要线索 评论区有20个粉丝留言 说是碎魂者在指导他们杀了黑色大梨花 这些粉丝中恰好有人住在布鲁克林区 警方赶忙去抓捕 可是嫌疑人被抓捕之后 那位粉丝仍然在线打字留言 原来楼上还有一位碎魂者的铁杆粉丝 警方还在车库里发现了一双鞋子 正好跟案发现场的脚印相吻合 在审讯过程中 小伙不承认自己是凶手 在评论区里留言不行吗 犯法了吗 原来小伙的父母已经离婚 父子俩都是碎魂者的贴干粉丝 整天泡在书密留言区里 正好老板的帐门里也有小伙的名字 可乔却告诉摩根 帐门是偷来的 不能作为直接证据 晚上摩根来归还帐门 并告诉老板有个杀人犯 就是在他这里买到杀人的 涉及到了命案 老板也重视了起来 他回忆起了那个买家的样貌 摩根恍然大悟 原来真正的凶手是小伙的父亲约翰 他赶紧去通知乔 不料刚出门 就被敦服的约翰一刀死中 撂倒在地 接着他准备杀掉老板灭口 危机时刻 摩根强忍剧痛和约翰撕打起来 两人滚落到旁边的地下室 摩根脊椎骨断裂 趴在地上动弹不得 与此同时 乔也赶到了古董店里 进屋后恰好遇到了约翰 约翰还想反抗 乔果断开枪 真正的凶手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时神秘人竟出现在地下室 摩根奄奄一息的在等死 神秘人说 如果摩根死而复生的能力被发现 对大家都没好处 所以他特意冒险来送摩根一程 下一秒 摩根又在水里复活了 乔听到动静 跑到地下室查看 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现 神秘人帮助摩根应该是件好事 可摩根看上去并不高兴 这是他和神秘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可惜没有看到他的真面目 多少有点遗憾 这是一场颁奖典礼 这场典礼的主角是个名叫泰勒的医生 他开了一家免费的医疗诊所 为纽约的医疗行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能获得如此殊荣应该是很开心的 可泰勒脸上却丝毫没有笑容 当泰勒走上台后 主持人还在他耳边窃窃私语 说他一直在做正确的事情 永远不要改变 镜头一转 到了第二天 泰勒一生就被人杀死在家中 几名警察在泰勒家里收集证据 房间的门锁是从里面被破坏的 显然是泰勒请进来的 现场也就摔坏着手机 项链 奖杯和戒指 初步判断有可能是盗贼入室 杀人抢劫 在法医工作室里 摩根发现死者的胸口有个纹身 是一串不知原因的罗马数字 泰勒的父亲到了 摩根顺手盖上了白布 泰勒的父亲是个亿万富王 和泰勒的关系疏远 对于文春的事情 他也是一概不知 第二天追到会上 摩根受邀请来到泰勒追到会上 他发现主持人的戒指 和其他两个小伙子手上的一样 也有一枚这样的戒指 原来他们几个同在一所贵族私立学校 随后安娜询问保罗 最后一次见泰勒是什么时候 泰勒说他们有好些日子没见面了 他对泰勒身上的纹身也一无所知 正要继续问下去的时候 桑德拉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他似乎很反感摩根和安娜 而皮尔森却很积极配合警察 说他最后一次见泰勒是在颁奖典礼上 没想到泰勒竟然就遇害了 当摩根问起2005年6月10日这天 为什么对于泰勒很特殊 皮尔森的脸色立马变了 随口说了句不知道便匆匆离开 摩根在追悼会上发现了一张私人的合影 而拍照时间恰好和泰勒胸口的数字一致 都是2005年6月10日 那么9年前的6月10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泰勒的母亲说 当天下午他们四人相约外出旅行 可是没过几天泰勒就独自回家了 也就是从那天起 泰勒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不再跟家里要钱 甚至放弃了哈佛选择了州立大学 为了搞清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安娜和摩根再次找到了其余三人了解情况 三个人的回答都是避重就轻 没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但了解到桑德拉和他们三个的关系很特别 保罗因为家里穷非常自卑 没有勇气向桑德拉表白 而皮尔森和泰勒家境优越 桑德拉和他们两个的关系都很暧昧 这时泰勒的手机修好了 警方从中提取到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泰勒正向米吉姆夫妇 坦白某镜和他们儿子有关的事情 却被走进来的保罗给打断了 看来这件事情和保罗有关 于是安娜和摩根又来到保罗家中 发现保罗因为嗑药过量倒着休克 摩根通过一番抢救 终于把保罗救了回来 看着保罗充满泥泞的鞋子 摩根猜测他一定去了山里 警局里 安娜已经查到了米吉姆夫妇的资料 他们住在一个叫马诺维尔的小镇子里 他们的儿子罗伯特 在纹身时间后两天失踪了 至今还没有找到 警方推断他早就死了 而马诺维尔小镇 恰好是泰勒他们旅行的必经之路 安娜还调查了保罗的信用卡消费记录 发现在颁奖典礼的第二天 保罗还在马诺维尔小镇的加油站 买了一桶汽油 安娜和摩根立刻赶到了加油站 并调取了当天的监控录像 录像里的人正是保罗和皮尔森 皮尔森还向垃圾桶里扔了一个包裹 安娜和摩根翻出来一看 随后安娜调取大批警力 对附近的山林展开地毯式搜寻 最后摩根在一棵小树前停了下来 果然在这里他们挖出了尸体 经过DNA检测 摩根确认这些就是罗伯特的尸骨 同时还在案发现场的土壤里 检测到了保罗 桑德拉的DNA 依此推断 他们肯定就是凶手 根据死者骨头上的伤痕 摩根推断出死者是被汽车撞死的 甚至还推断出是一辆2005年的捷豹汽车 这个都能推断出来 但是厉害了我的哥 当年他们四个人 就是乘坐捷豹汽车去旅行的 如今真相大白 是他们撞死了罗伯特 然后害怕事情暴露 又杀死了泰勒 为了让他们三个开口承认自己的罪行 安娜把他们同时叫到了警局 然后再分开审去 逐一击破 大量的证据摆在面前 三人都乖乖地交代了案发的经过 原来在九年前的那个晚上 四人喝了很多酒 桑德拉在开车的时候也不老实 结果就把路边的罗伯特撞死了 他们三个人就跟商量好似的 只承认开车撞死了罗伯特 却不承认杀害了泰勒 难道杀死泰勒的凶手另有其人 摩根继续调查 就在摩根和米吉姆夫妇闲聊的时候 他们提到罗伯特是在加油站上班 摩根好像又突然想起了什么重要线索 他再次翻看泰勒的案件资料 发现泰勒经常给一家名叫 天角兽的慈善机构捐款 而这家机构 正好和加油站只用同一地址 接着摩根和安娜来到加油站 发现门口的碎石和泰勒房间里的一模一样 当安娜提出要查看他的信用卡挥款记录时 老板作贼心虚 开枪击中了摩根的胳膊 安娜追了上去 就在他们举枪堆制时 摩根也走了过来 接着摩根说出了此案的真相 原来九年前 他们四人撞死罗伯特的时候 老板恰好目击了车祸经过 三分五次地向泰勒索要钱财 就在颁奖典礼的当天晚上 加油站老板再次来到泰勒家中索要钱财 结果被泰勒当场拒绝 于是一气之下就杀人灭口 这下案件总算是真相大白了 就在这时加油站老板想杀了摩根 结果被安娜一枪打中肩膀倒在地上 金发妹正在给男人进行辅导 无情的小皮鞭正在抽打着西装男 治疗室的工具一应计全 很多婚姻不如意或事业上受挫的男人 都会来他这里寻求刺激 没想到第二天 这个叫理查德的中年男子就嗝屁了 他没有明显的致命伤口 钱包还在 排除了被抢击的可能 地上没有血迹 应该是人抛尸在这里的 摩根对安娜说 什么都被你说了 要不然你来当法医 大鱼把案发现场的证据都冲走了 死者的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 手指还做过激光脱毛手术 说明这个人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表 被尸体进行进一步检查后 发现死者身上全是伤口 一看就是鞭子抽打的 不过伤口非常浅 不是致命伤 脖子上的勒痕才是致命的 说明他是被皮带或者绳子勒住脖子 窒息而死的 卢卡斯拿来紫外线灯 照射死者的身体 可以明显地看到 以前旧伤口留下的疤痕 这死者生前一定是个受虐瓜 死者的老婆得知消息后 显得非常伤心 他知道自己的丈夫 有着特殊的癖好 他说丈夫看过许多心理医生 但是都没有什么卵用 直到遇见了金发妹 是金发妹让她的丈夫 恢复了往日的雄风 看来理查德的死 和金发妹脱不了干系 于是摩根和安娜向金发妹了解情况 没想到金发妹如此开放 竟然当着摩根的面换起了衣服 得知理查德被害的消息 金发妹也感到非常惊讶 昨晚理查德确实来自己这里接受治疗 但不久就离开了 安娜在她的侦所里发现了皮带项圈 理查德脖子上的勒痕 就是这种刑具所致 尽管金发妹极力为自己辩解 说理查德离开的时候还是活着的 但安娜还是把她抓回了警局 安娜寻为金发妹 她昨晚11点在干什么 她说再治疗另一个患者 金发妹一直辩解理查德并不是被勒死的 肯定是法医搞错了 在我看来理查德是被垫死的 与此同时摩根也想到了这一点 持续的低度通电会迫使人的横勾膜卡住 迫使肺部停止工作 这才是理查德真正的死因 所以金发妹说的是对的 接着安娜和汉森 来到案发现场的下水道里寻找线索 果然在垃圾堆找到了一个垫机棒 难道死者是被这个垫死的 摩根回家后看到亚伯和前妻在撒狗粮 感到了一丝欣慰 便悄悄离开了 摩根没有地方可去 便来到金发妹的诊所 想体验一下被垫机的快感 活了这么久 摩根都没体验过这种游戏 金发妹再三叮嘱 如果受不了可以随时喊停 说到这里 摩根的思绪又闪回到了1815年的伦敦 一个叫诺拉上的妹子正在哀悼摩根 突然摩根死而复生 站在她的身后 那是摩根的第一次重生 下一秒 又回到了金发妹的诊疗室 就在摩根做好心理准备 接受垫机的时候 安娜检测到了金发妹的指纹 准备来逮捕金发妹 没想到进屋就看见了摩根 嗯 美女 能忙我打开手铐吗 我可以解释的 没事没事 不用解释 就这样 金发妹被再次寻到了警察局 可就是不承认 她晚上杀了人 金发妹说那天晚上 理查德是10点钟离开诊所的 之后她又接待了另一位患者 但是金发妹却不愿意透露客户的信息 金发妹还说 唯一能让人真正感受到活着的方法 就是赋予另一个人能摧毁你的力量 其实这一点摩根深有体会 当年她死而复生回到诺拉的身边 经不起诺拉的软磨硬炮 终于把自己永生不死的命笔告诉了诺拉 可诺拉根本不相信摩根的话 摩根想用自查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可以死而复生 而诺拉认为摩根是彻底的疯了 就叫人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这是安娜在金发妹的诊所里发现了一个帐门 张文利记录了理查德被害的当天晚上 她还接待过一个名叫舒本华的客户 安娜立刻打电话让汉森去查这个人 可是电话打通就被房间里的电子设备干扰断线了 经过一番寻找 她在瓷器下面发现了一个警用窃听器 安娜根据警局的出街记录 找到了安装窃听器的老警察 知道非法窃听的罪名很重 便开门见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只要警察不起诉她 说什么都可以 好吧 那你说吧 接着她开始讲述窃听器的秘密 原来是死者妻子害怕理查德在治疗过程中有出轨的行为 就让她在金发妹的诊所里安装了窃听器 可是并没有发现异常 人也不是金发妹杀的 于是安娜立马又把死者的妻子交到警局问话 她说为了体验一下丈夫被抽打的快感 那天晚上丈夫离开之后 她也去体验了一下 案件调查到现在 基本可以排除金发妹的作案嫌疑 金发妹被放出来后 摩根在警局外等着她 她已经喜欢上了这个男人 临走的时候 新发妹还吻了她一下 他们没有想到 此刻路对面有个黑衣人 正在监视着他们 随后摩根就被这个黑衣人给掳走了 另一边 亚伯做好了丰盛的晚餐 等着摩根回家 可摩根迟迟没有回来 把亚伯给急坏了 便打电话向安娜询问情况 安娜说摩根在两小时前就离开了 可她的自行车还在警局门口 怀表也落在了地上 于是安娜立刻调选了监控 发现摩根被一个黑衣人绑架了 当安娜看到黑衣人胳膊上的纹身后 突然想起来 她在金发妹的诊所里见过这个人 安娜立马找到金发妹询问这个人的信息 这次金发妹说出了名字 并提供了电话号码 这个克里夫是她的老客户 克里夫在做治疗的时候 经常有越界的行为 所以金发妹换了她的理疗时间 说到这里 金发妹才恍然大悟 原来她把本该属于克里夫的治疗时间 安排给了理查德 克里夫因为吃醋 所以才杀了理查德 而她又看到摩根和金发妹有暧昧关系 所以又绑架了摩根 此时克里夫把摩根绑在铁架之上 她恳求克里夫能给个痛快 而克里夫却喜欢上了虐人的过程 还口口声声地说 金发妹只属于她一个人 就在克里夫给摩根做电击时 安娜带着警察及时赶到 一枪击毙了凶手 摩根终于获救了 习惯了自我封闭的摩根 看着同事们在酒吧里喝酒聊天 于是她也走了过去 和同事们聊起了往事 一家爵士音乐酒吧里 小黑想起妹子喝两杯 但酒保拿了她手里的钱 却拒绝给她酒 因为小黑已经涉涨太多了 想喝酒先还钱 小黑有点生气 就那点钱你至于吗 等过两天小爷我发了 全场消费由我黑公子买单 这时旁边一位大叔嘲笑他 过两天到底是过几天呢 小黑立马回怼道 呵呵你就笑吧 我已经找到证据了 到时候让全世界看看你 雷你真正的嘴脸 他离开了酒吧 回到自己的车上 喝两口酒压压惊 突然被人从后面勒住了脖子 第二天警方发现一辆被烧焦的车 车主已经烤成了碳 助理猜测是车主喝酒 不小心失火所至 但摩根反驳 如果是烧死 那皮箱内肯定有烟灰 但这具尸体并没有 很明显是被人杀死后再焚尸 但正是这场大火 使得尸体肌肉组织完美保存 在进一步检查后 摩根发现死者脖子上 有细细的勒痕 应该是被凶手从后面 用某种细线勒死 这时乔解查出了死者的身份 正是小黑 接着摩根发现了一根醋酸纤维素 这东西只有老式磁带上才用 还在尸体口中发现了一个黄片 根据死者姐姐艾拉所说 黄片是萨克斯上的 小黑生前喜欢把它含在嘴里 但他并不是音乐人 他的父亲老黑才是 小黑昨晚曾经给姐姐打过电话 说父亲给了他一样价值连城的宝贝 于是乔和摩根 在马路边找到了正在演奏的老黑 得知儿子被害 老黑非常伤心 他想起之前 确实给过小黑一盘磁带 就放在一个皮箱子里面 但是孩子们不经常和他联系 他不知道小黑那晚在哪个酒吧 回家之后 摩根向亚伯提起了此事 亚伯听到老黑的名字非常勤奋 因为他是老黑的忠实粉丝 说老黑以前还和著名爵士音乐人 莱昂同台演出过 凌晨6点 亚伯非常喜欢爵士乐 他一下就猜出了 小黑那晚在哪个酒吧 乔和摩根立马来到酒吧了解情况 酒保撒谎说不认识小黑 摩根说 小黑和老黑年轻时长得一模一样 酒吧的墙上还贴着老黑年轻时的照片 你说你不认识 糊弄谁呢 酒保有点尴尬 老师交代了当晚的情况 因为小黑设账太多不还 他就去车上偷了小黑的皮箱底站 但他却否认杀人 摩根四处观察 发现酒吧里的大提琴更换过新的琴弦 他认为小黑就是被这种细长的琴弦勒死 现在杀人弄机 杀人工具都有了 酒保自然脱不了干气 一番神讯后 酒保仍然否认杀人 并说小黑这个人喜欢到处吹牛 说来昂的凌晨六点是剽窃他父亲老黑的 此时Lukas送来了小黑的尸检报告 死亡时间是昨晚12点左右 而酒保一直在酒吧忙到凌晨3点 在场的客人都可以作证 所以凶手另有其人 这时李斯长官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凌晨六点的版权所有人叫雷尼 他是唱片公司的老板 据说他是个奸商 他的财富都是剥削音乐家德兰的 于是乔和摩根拜访雷尼 雷尼说老黑以前确实是公司旗下的艺人 对于小黑他也很熟悉 那孩子啥也不爱就爱吹牛 凌晨六点明明就是莱昂写的 小黑却满世界宣扬说这首歌是他父亲写的 就在摩根准备离开时 他注意到雷尼手臂上有烧伤的痕迹 雷尼解释只是吃烧烤时不小心弄的 乔和摩根决定再次检查那辆汽车 他们模仿案发现场 意外在座椅下面发现了一枚钮扣 上面两个字母DB 正好雷尼公司的缩写就是DB 这下有合理证据了 雷尼被传唤到警局审讯 可他非常狡猾 以没有律师在场为由拒绝开口说话 这时摩根想到了那个皮箱 仔细的检查后 在皮箱的家层里发现了一棒磁带 原来小黑并没有说谎 凌晨六点的原本录音果然在他这 当摩根信心满满把磁带摆在雷尼面前时 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那盘磁带竟然是空的 里面什么音乐都没有 这个把雷尼逗乐了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老黑来到了警察局 他是来询问谁杀了他儿子 乔表示没有查到凶手 但查到了杀人动机 是因为凌晨六点这首歌 乔问老黑原创真的是他吗 老黑承认了 凌晨六点是他在女儿出生后的第二天写的 因为女儿是早上六点出生的 所以取名凌晨六点 女儿出生后整天哭闹 老黑没办法只能回家看孩子 没想到等他再次回公司 发现已经被开除了 这首歌的原创也变成了来昂 就在老黑准备离开时 他看到了那个扭扣的照片 貌似认识 他询问这个扭扣是哪来的 乔说是在小黑的车里找到的 老黑神情有些复杂 另一边摩根想到了办法 老亚伯经常倒卖古董 说不定可以修复那盘磁带 只见亚伯把磁带从烤箱中拿出 显然是加热了一下 摩根有点担心 这不会烧坏吧 老亚伯却心心满满 摩根带着烤过的磁带回到警局 果然有了声音 开头是老黑与莱昂的闲聊 莱昂问他为什么取名清晨六点 老黑说因为他女儿是清晨六点出生的 接着便是美妙的爵士音乐 看来清晨六点的原创确实是老黑 从谈话中可以得知 莱昂的小名叫冰蛋子 英文字母缩写正是地毕 当年莱昂就是因为演唱这首歌 才火遍了大江南北 可是他已经死了15年了 不可能跑出来杀人 李斯长官说莱昂有个儿子格雷 也是一位音乐人 恰好小黑遇害的当天晚上 格雷也在酒吧里演出 那个拉大提琴的就是格雷 肯定是他和唱片公司老板雷尼 联手杀死了小黑 于是众人赶到酒吧里 那家爵士音乐酒吧里 格雷在台上演出 眼前的摩根看到了老黑也在 原来他凭借那枚牛扣的照片 就已经知道了凶手是谁 他是来为儿子报仇的 就在他拿起枪对准格雷时 摩根赶到及时阻止 格雷看到大批警察来到酒吧 他明白东窗事发了 原来那天晚上 格雷得知小黑拿到了原本磁带后 担心他把真相公之于众 到时候人们就会以为 他父亲莱昂是个骗子 而他格雷也会身败名裂 所以就和唱片公司的老板 联手杀死了小黑 影片最后 老黑把录音带留给了女儿 这也许是作为父亲 留给女儿最好的礼物了 富人豪宅 正在举办一场隆重的订婚仪式 艾美丽的男友名叫克林 自称是英国的贵族 拥有此觉的头衔 他觉得岳父举办这么隆重的订婚宴 着实有点铺张浪费了 艾美丽说必须在自家的城堡里 为我举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婚礼 为我们的爱情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可是第二天 克林就死在了中央公园里 汉森在他身上 发现了一本英国护照 护照上的名字是克林 卡文迪子爵 是英国的贵族 摩根这边 正在家里和亚伯饮茶 家里的电话铃声响起 摩根 快来 新案子 于是摩根立马赶到了案发现场 死者的头部和面部有多处伤口 说明死前可能有过挣扎 死因是进动脉割伤 但是伤口非常不规则 肯定不是用刀子割的 案发现场没有找到凶器 死者的钱包也没有丢失 可以排除抢劫的可能性 摩根说 卡文迪家族在1881年就终结了 死者的身份肯定是假冒的 现在他们要做的 就是搞清楚死者的真实身份 这样才能顺藤摸瓜找到凶手 于是摩根对死者的尸体 做了进一步检查 发现死者以前是金发 染头发应该是想隐藏身份 案发现场除了一本假护照之外 没有什么可以证明死者的身份 数据库里也没有死者的指纹信息 法医根据死者上额弯曲的程度 以及美国人的发音习惯 基本上可以确定死者是个美国人 摩根在死者颈部的伤口里 发现了金子的碎屑 小腿上有道细长的伤疤 最重要的线索 就是死者身上的那套西装 从西装的做工和针法 可以看出裁缝是个左撇子 而且在纽约 只有一位裁缝在使用这种针法 摩根的西装都是在他那里定制的 摩根想要通过死者的信用卡消费记录 确定死者的身份 摩根来到裁缝店调查 裁缝师傅说 克林都是现金付款 他们从服务员的口中得知 克林的未婚妻叫艾米丽 她的父亲是个服装厂的老板 就在这时 摩根对一个快递小哥产生了兴趣 原来小哥腿上的伤疤 和克林腿上的非常相似 摩根追上去询问小哥 小哥说 这叫链条拔痕 是长时间骑自民车送货导致的 安娜拿出克林的照片 让她看看认不认识 小哥说 这是德怀特 之前是她的同事 不过已经辞职了 现在克林的真实身份已经查出来了 安娜就把艾米丽传唤到警局问话 并把克林的真实身份告诉她 艾米丽感到十分意外 本以为自己找了个英国贵族男友 没想到她竟然是个送快递的 真是防不胜防 克林的尸体检查完毕后 洛卡斯把她放入了冷藏室 并随口说了句 假冒另一个人简直太疯狂了 接着开始收拾死者遗物的时候 从中发现了一张被撕碎的支票 支票金额是100万美元 艾米丽说 可能是父亲给他们举办婚礼用的 为了搞清楚其中的原因 摩根和安娜来到艾米丽的家里 老丈人说 克林在订婚宴的当晚 已经向她坦白交代了一切 说她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骗取钱财 没想到假戏真做 竟然爱上了艾米丽 老丈人得知真相后非常气愤 他承认用高尔夫球杆打了克林 随后摩根再次对克林的尸体进行了检查 并在他的伤口处 发现了一根纱布纤维 这说明克林被打之后进行了伤口包扎 所以摩根推断 还有一个人为他包扎过伤口 再加上克林的衣着打扮 好像都经过了精心的包装 而这些形头好像都是经典的新款 看到了画册上的钢笔 摩根才恍然大悟 原来死者脖子伤的伤口 就是用钢笔捅上的 经过调查 安娜发现克林的衣服 都是以员工价购买的 帮他购买的员工就是二楼女服务员夏莉 而这个夏莉今天却请了个病假 非常可疑 于是警方立马赶到了夏莉的家中 衣柜上有克林的照片 垃圾桶里还有处理伤口时留下的纱布 以及支票上缺失的一角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 克林和他才是一对 为了冒充英国贵族身份 夏莉还给克林上了贵族速成班 还把培训的过程录成了视频 后来克林喜欢上了艾米莉之后 就背叛了夏莉 所以摩根推断出夏莉就是凶手 就在这时 摩根发现克林的葬礼已经结束 艾米莉在律师的陪伴下离开墓地 摩根也在不远处发现了夏莉的身影 摩根让亚伯开车带着自己去追夏莉 最后在警方的协助下 夏莉终于落网了 夏莉说自己看到克林和艾米莉在一起 的确有些吃醋 但他绝对没有杀克林 他说订婚宴的当天晚上 克林还因为此事和他吵过一架 之后就离开了 夏莉猜测 克林肯定是去找艾米莉坦白此事 想祈求她的原谅 现在嫌疑人由夏莉变上了艾米莉 绕了一圈 案件又回到了开始的地方 摩根和卢卡斯在案发线上模拟凶手作案 克林下跪向艾米莉坦白一切 艾米莉气愤的拿钢笔刺向克林的紧步 但是根据死者脖子上的伤口判断 艾米莉根本没有那么大力气作案 摩根推断凶手即使不是艾米莉 也是艾米莉身边的人 于是将计就计 安娜声称警方已经找到了凶器 需要进行指纹对比 并以此为借口抓走了艾米莉 晚上一个小伙儿规规碎碎的来到路灯下 从土里霸出了一只钢笔 原来凶手就是艾米莉的律师皮特 而安娜和警方早就点饶他了 就等着鱼儿上钩了 其实皮特早就喜欢上了艾米莉 只是因为身份低微 没有勇气表白 当他得知克林是个大骗子时 便一气之下杀死了克林 此案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影片最后 摩根乘坐出租车回家 没想到司机竟然和他一样 是永生不死的神秘人 一位出租车司机正在车里吃东西 后座上来了一位陌生的乘客 二话不说 直接刺穿了司机 他就是我们上集中提到的 那个活了2000多年的神秘人 接着出租车继续前行 街上站在路边的摩根 出租车在街上一路狂飙 根本不给他逃跑的机会 神秘人为了让摩根相信 他也是不死之身 直接掏出一把手枪自杀了 摩根震惊了 随着出租车的失控 连人带车掉进了河里 摩根在车里拼命地挣扎 最后还是被淹死了 他死了 他活了 他又死而复生了 摩根赤身裸体地走上岸 正好被两个巡警发现 把他带回了警察局 长官询问摩根到底发生了什么 摩根只是说 我梦游 真控制不住自己 长官相信了摩根 不再追究了 只是安娜告诉摩根 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死者的尸体已经送到了验尸房 摩根看到尸体后直接愣住了 竟然是司机 死者的身上只有一处伤口 凶器应该是一把非常锋利的剑 直接刺穿了心脏和胸骨 回家之后 摩根向亚伯说起了神秘人的事情 亚伯说 神秘人是个活了2000多年的老怪物 希望摩根能向安娜坦白此事 说到这里 摩根又想起了往事 当年摩根认为妻子诺拉 就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但妻子却不相信他说的话 还认为摩根精神失常 将丈夫送进了收容所 画面转到试检房 摩根在研究死者的受伤痕迹 汉孙接到电话 告知摩根和安娜出事的出租车找到了 跟着两人去来案发现场寻找证据 他们发现了一颗枪壳 车内有很多抓痕 应该是出事时挣扎留下的 安娜加以摩根 鉴定一下还痕的DNA 摩根说DNA肯定被核水惊起干净了 安娜也觉得摩根说的有道理 突然发现自己当时落下来的怀表 刚准备捡起来 就被安娜注意到 好在安娜以为是摩根刚刚掉下的 也没有在意 直接还给了摩根 摩根也松了口气 晚上摩根带着亚伯来到码头 准备跳下去寻找水中的古董枪枝 尴尬的是又被警察拦了下来 摩根又被叫回了进去 长官震动 各自也是梦游吗 可摩根反驳 他是为了寻找证据 长官和安娜都被他奇怪的举动惊到了 建议摩根和心理医生聊一聊 希望能解决摩根的心理问题 最终摩根接受了建议 去找心理医生 法博医生进行治疗 法博医生对摩根采取了化疗的风势 还向他介绍水调法 那边古董手枪被捞了出来 安娜通过手枪注册地址 锁定了这把手枪来自理查德 安娜和汉森赶忙赶到理查德的住址 房间里很狼狈 桌上竟然是一具被解剖的尸体 这个时候摩根赶来了 看到尸体后 他推断尸体是活着被解剖的 根据解剖的伤口来看 似乎是一把猎刀 摩根似乎想到了什么 匆匆就离开了现场 回到验尸房 摩根拿出了自己的工具包 他缓缓把自己的猎刀抽了出来 没想到刀刃上面竟全是血迹 这就是解剖尸体的那把刀 看来神秘人想要陷害摩根 摩根表情凝重 独自一人离开了 安娜也回来了 解剖室只有Lucas Lucas深情紧张地告诉安娜 这具尸体解剖的手法和摩根一样 难道这是摩根杀害的 安娜急忙来地下室找摩根 没想到正好看到摩根拿着猎刀 这场景就连摩根都不知道如何解释了 这把刀子是凶器 亚伯怂恿摩根和安娜说出实情 回到警局 摩根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有神秘人跟踪他 打磨声电话给他 他本以为是心底有疾病的人 恶作剧而已 没想到这次竟借刀杀人陷害他 长官和安娜表示很相信他 还告诉摩根一定会找出凶手 还摩根一个真相 摩根又回到解剖室 发现第二个死者在六个月前接种疫苗 这两个死者是否有关系呢 他们去查找受害者的档案 通过分析发现 两人与贝尔维尤医院有关 一个曾是贝尔维尤医院的护工 另一个则是医院的安保医院 摩根和安娜立马赶到前台 前台表示 确实两人都曾在这里工作 都和一位病人发生了矛盾 但是为了保护隐私 除非有搜查令 否则病人的具体信息 他们无法透露 摩根找到了法博医生 医生告诉他们 病人叫克拉克 自称不死并有暴力倾向 医生查了电脑 说克拉克刚刚从这里离开 安娜和摩根果断追了出境 但是克拉克却借机逃走了 接着警局颁布通缉令 希望能尽快抓不到此人 晚上回到家的摩根 听到地下室传来了音乐 他缓步来到地下室 发现克拉克拿着刀回在地上 请求摩根杀了他 这时亚伯回来了 摩根不想连累亚伯 捅穿了克拉克的喉咙 但他却没有复活的能力 原来克拉克不是神明 这是神明人找他的替身 警方很快赶到现场 此时摩根还沉浸在杀人的恐惧中 同事们都在安慰摩根 洛克斯给摩根披上了衣服 安娜也来安慰他 这是正当杀人 让他不必介怀 摩根沉思良久 突然电话响了起来 摩根看着窗外 神明人居然是法博医生 一桌客人正在餐厅内用餐 餐厅的老板问儿子小马 你不干活在这看啥呢 小马说 那个穿吊带裤的男人叫Oliver 是一家投资公司的老板 自己投了十几份简历都没有回应 老马劝他做好自己的事 但小马并不甘心 众人显然没把他当回事 时间来到了五年后 一座游艇上 Oliver正在举行一场宴会 他说公司能有今天 小马功不可没 原来小马凭借自己的能力 成功加入了Oliver的公司 成为了他的得力干将 给公司带来了好几千万的利润 此时的小马已经成为人生赢家 豪车美女样样都有 但是镜头一转 小马已经死在河边 警方对现场进行调查 这次摩根并没有来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老头 因为在上级中 摩根中了神秘人的圈套 亲手杀死了一个杀人犯 虽然他每天都在接触尸体 但杀人这事 他还是第一次干 他200岁的小心脏 显然受到了惊吓 所以请假在家中休养 小姐这边 老法医显然是来混日子的 只想着赶快结案 然后回家喝茶 卢卡斯和乔姐此时无比怀念 那个对破案充满热情的摩根 回到法医工作室 老法医在仔细而又细致地观察后 得出结论 死者是喝多了 不小心溺死的 但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正是摩根 原来死者小马的父亲老马 是亚伯出生入死的老战友 得知消息后 亚伯拜托摩根一定要破案 所以摩根就回归工作了 看到摩根终于来了 小姐开心地差点笑出了声 摩根开始了分析 首先 飞不及水的盐度与河水不一致 所以死亡地点并不是在河里 是被高速移动的物体砸伤的 脖子后面的烧伤 以及膝盖处的骨折 应该是死后造成的 这架缝里还有特殊的木屑 这一切都表明 事情没这么简单 警方找来了死者的父亲老马问话 白发人送黑发人 他很伤心 好好的儿子说没就没了 他很自责五年前 自己没有阻止小马 才导致了如今的局面 看着自责的老马 摩根思绪回到了1965年 阿比盖尔收到了一封信 是亚伯的入伍通知 那时候的亚伯还是个帅小伙 摩根和阿比盖尔对此很担心 他俩都经历过残酷的战争 但是亚伯无比坚定 他想跟父母一样报效国家 时间回到现在 乔和摩根来到小马家中调查 摩根四处查看 他注意到了脚下的地板 果然有一处是空的 掀开一看 里面竟是十万现金 上面还有一把奇怪的钥匙 乔举好奇 为何地板下会埋着十万巨款 小马妻子表示并不知情 再说了 十万块对他们来说也不算巨款 乔正经了 你们是多有钱 看来小马的工作不普通 于是乔和摩根来到了小马上班的公司 这是一家投资公司 员工们异常的忙碌 公司前台接待了两人 带他们来到了小马之前的办公室 里面站着一个西装格律的小伙 他以为乔和摩根是来装修办公室的 言语间散发着那不差钱的气息 看来这间办公室现在归他了 得知乔是警察后 小伙神色有点慌张 打了个招呼便匆匆离去 两人对办公室进行了检查 地毯上的血迹 以及坏掉的台灯 说明这里曾经发生过冲突 两人又去找老板Oliver了解情况 Oliver说 小马是个好孩子 但那晚宴会结束后 他就再也没见过小马了 摩根暗叹好家伙 我怎么不信呢 他问老板有没有员工看小马不顺眼 老板表示 我们的员工好得跟家人一样 不存在这种事 老板如此圆滑 摩根也没办法 只能另寻突破狗 他询问前台小姐姐 终于得知 与小马发出过冲突的人 名叫凯文 在气球场上班 两人马不停蹄来找凯文 凯文不否认与小马发生过冲突 他和小马是老乡 听说小马搞投资发财了 所以他给了小马10万现金 让他帮自己也投资一下 但凯文最近急用前 想要回那10万 所以一来二去的 免不了发生争吵 这是一旁的摩根 看到了一些零件 经验丰富的他 一下就认出 这些零件 是小马的那辆阿斯顿马丁上面的 突然一阵轰鸣声 竟是凯文想开车逃跑 清急之下 摩根挡在了路中间 还好乔一把把他扑倒 而凯文也撞在了路边 随后被带回警局 审讯之下 凯文交代了当晚的情况 他着急用前 所以去了小马小区的停车位等他 半夜时分 竟然是一个陌生男人 开着那辆车回来的 他也管不了那么多 直接把车给偷了 根据方向凡的指纹 摩根查到了 那个陌生男人的身份 正是办公室里的那个小伙 他老实交代了 那天晚上的事情 Oliver半夜把他叫到家中 泳池中竟然是小马的尸体 对于老板 他有种痴迷的信任 于是他就帮忙处理尸体 装到后备箱 并抛尸盒中 小和摩根带着大批警察 泳池中水的盐度 与尸体中一致 并且泳池中的玻璃碎片 也跟尸体头部的一模一样 所以他推测 小马当时是被红酒瓶砸中脑袋 然后跌跌撞撞掉进泳池淹死了 真相似乎简单明了 但Oliver淡定的小眼神 表明这一切还没完 是李斯长官打来的电话 他说凶手已经自首了 是公司的前台 根据他的描述 当晚小马喝多了 想非理他 慌乱之中 他拿起红酒瓶砸了过去 所以他才是凶手 但乔办案这么多年 可不是随便就能糊弄的 他直接开口问道 Oliver给了你多少钱 妹子有点慌 但仍坚持他的说法 乔此时接到了摩根的电话 原来亚伯根据那把钥匙 竟然找到了Oliver公司的财务报表 所谓的投资公司 竟然是一场庞氏骗局 这也就意味着 Oliver的所有财产都会被没收 乔征这一切告诉了妹子 无论Oliver承诺给你多少 都是假的 他的钱都会被没收 妹子彻底慌了 他说说了真相 是Oliver杀了小马 Oliver的公司内一片混乱 员工都在忙着销毁数据 Oliver竟直接上锤子砸坏键盘 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淡定 急着的摩根猜到Oliver会驾车逃跑 他来到停车场 再次用身体挡在路中间 但Oliver是个狠人 竟一脚把油门踩到底 危机时刻 乔终于赶到 砰砰几枪 逼挺了汽车 Oliver最终被抓捕归案 影片最后 乔前来探望摩根 他相信摩根和他是一样的人 都颇不得已杀过人 但不能因为杀过人 只要做什么去弥补 更不能用血肉之躯 挡在车前 想破案是好的 但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摩根听完后 终于走出阴影 释怀了 一名劫匪砸烂了柜台 砸坏了监控器 想走了珠宝店里的珠宝 劫匪的行动 有条不紊 一看就是有备而来 接着一个男人 慌慌张张地跑到安娜家门口 连续敲了几下门 等安娜开门之后 他的尸体就出现在大街上 尸体旁边地上 有两条刹车痕 很明显是汽车急转弯造成的 看样子 这人是被汽车追着跑 然后被撞死的 摩根推断 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 而是一起谋杀案 法医办公室里 安娜和摩根在研究尸体 死者手上有着红色的油漆 骨骼已经被撞得粉碎 通过X光片可以看出 在车祸之前 死者的身上已经有了多处骨折 手上的伤痕 有可能是戴手铐挣扎造成的 因此可以判断出 死者可能曾多次作案 汉森来的正是时候 他查到了死者的身份 死者名叫亚伦 今年28岁 曾经因为持枪奖劫被判入狱三年 安娜翻看了档案 脸色变得慌张 摩根结果档案 发现到了原有 原来当时审讯爱伦的人 正是安娜的王夫 萧恩 萧恩已经去世三年了 到现在 安娜依然没能从悲伤的阴影中走出来 他们换来了亚伦的妻子 妻子说本来说好早上一起带儿子去动物园的 没想到就出了这个事 摩根说起珠宝店被刀的事情 可能与亚伦有关 他的妻子满口否认 说亚伦假事后已经变好了 绝对不会再做错事了 除非是有人陷害 接着 摩根和安娜去了案发现场 摩根又开始了分析 他拿着锤子模仿盗贼的每个动作 通过现场的痕迹判断 到期这家店的不是艾伦 而是另有其人 艾伦当年肩膀受过伤 根本不可能做大幅度的动作 监控中显示盗贼使用的是左手 看样子就是专门模仿的 安娜此时也恍然大悟 画面回到法医办公室 摩根和卢法斯拿着死者的帽子 互相闻了闻 真是倒下了一口凉气 小卢有些不解 摩根似乎想到了什么线索 在警局内 汉森带来了亚伦的资料信息 他们打开当时审讯亚伦的录像 审讯官正是安娜的丈夫 安娜看着视频里失去的丈夫 不禁伤心起来 这时摩根走了进来 拿着头套让安娜闻 汉森接过头套闻了闻 这味道有点冲啊 摩根解释道 这是糖尿病的症状 这种味道是人体排泄出来的 真相已经慢慢浮出水面了 如果说能找到亚伦的糖尿病同伴 那多半就是那个人做的案 摩根翻看着档案 突然发现曾经和亚伦作案的伙伴迪哥 很符合这个特征 安娜立马查了这个人的服刑记录 果然就在上个月 他也被假释了 警局随即下了通报 去抓捕这个假释犯 很快警察就赶到了迪哥所在的地址 没想到他一转身 就逃进了仓库深处 在激烈的追捕过程中 汉森被枪射穿手臂 最终迪哥被赶过来的汉客给击毙了 在法医办公室 摩根对迪哥进行了解剖 竟然在他胃里发现了碎钻石 摩根带给亚伯鉴定一下 发现这些都是最刺的钻石 这样一来 珠宝案被盗案就完全说不通了 犯罪嫌疑人为什么要精心策划 来盗取珠宝店的钻石呢 背房里 汉森推测是迪哥装成亚伦道歉 然后撞死了亚伦来掩盖事实 摩根却不这样认为 他又一次回到了案发现场 希望可以发现点其他的线索 摩根和小卢顺着街道检查 在一户红色油漆的大门前停了下来 因为之前在死者的手指上 发现了红色油漆的碎片 摩根前去敲门想询问一下 万万没想到的是 开门的竟然是安娜 原 妙不可言 安娜回想起案发那晚 的确有人敲过自己的门 不过等他开门的时候 人已经不见了 摩根猜测亚伦一定是来找萧恩的 再次向亚伦的妻子询问情况 从亚伦的妻子了解到 萧恩曾帮助过亚伦 给了他做好人的机会 安娜醒来 他昨晚喝醉了 亚伯给他端来醒酒药 接着安娜和亚伯先聊 说到了有人用假钻石来骗宝的事情 摩根受此灵感 突然想到被盗血的钻石 根本不是用来售卖的 而是用来骗取保险金的 他们猜测应该是珠宝店的店长 让迪哥偷走钻石 以此来骗保 两人立马赶到了警局 安娜和汉克去带珠宝店老板回来审去 摩根看到带伤上岗的汉森 对汉森的伤口开始推测 按照凶手的开枪位置来看 他没有打中汉森的要害 也不可能打中汉森的手臂 当时仓库只有汉森 安娜和汉克警官 可以向汉森开枪 并且事后可以栽赃嫁货给迪哥的人 那就是汉克 此时安娜正在去珠宝店老板家的路上 交谈的时候 安娜发觉了 汉克好像不对劲 于是偷偷戴上蓝牙耳机 接通了摩根的电话 而此刻的汉克也知道自己露馅了 掏出枪指向了安娜 汉克说出了实情 原来珠宝店店长在实施保险诈骗时 被汉克抓了 在汉克的帮助下 店长并没有被起诉坐牢 之后他们还制定了诈骗计划 让迪哥去模仿亚伦 抢劫珠宝店 让亚伦被黑锅 但没想到中间出了差错 亚伦发现了汉克的身份 所以不得已只能杀了他 那天在安娜家门口 是亚伦赶来求助的 没想到被汉克撞死了 安娜的车越开越远 警察赶过去最快也得十分钟 摩根告诉安娜往路障中心撞 安娜鼓起勇气 独处一致撞了上去 最后摩根也赶去了现场 还好安娜也平安无事 安娜家里又响起了敲门声 原来是摩根 保险公司正在给亚伯检查身体 当问到有没有家族病史时 亚伯有点尴尬 因为摩根只是他的养父 至于亲生母亲是谁 他并不知道 这时乔姐打来了电话 又是一起谋杀案 案发现场 摩根刚进门就惊呆了 乔以为他说的是尸体 但摩根静止走向了旁边一个雕塑 早在二战时期 这座雕塑就被纳粹从罗浮宫偷走 所以这个应该是个赝品 乔说你干点正事好不好 尸体还在这摆着呢 死者名叫卡尔 是一个艺术商人 房间内有七幅画被人粗暴地割下来倒走 墙上的痕迹表明 还有一幅是连画框都顺走呢 奇怪了 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在检查伤口池 摩根发现 竟然有个万字符的印记 他说道 二战时 纳粹热衷于把抢来的宝贝 刻上万字符的标识 说着他走向了那个雕塑 拿起一看 底部有血迹 并且赫然刻着万字符 看来这个雕塑就是凶器 回到工作室 乔调查后发现 卡尔的父亲曾是一名纳粹司令官 二战时掠夺了很多艺术品 之后逃到了美国 去世后 艺术品都留给了卡尔 乔询问卡尔的儿子小卡 他父亲有没有仇人 小卡表示不清楚 记忆中 父亲总是待在书房研究艺术品 他甚至不知道 这些艺术品是从哪来的 博根开始了分析 首先 鞋地占有一种独特的粘合剂 这种粘合剂已经淘汰多年 上一次使用 是在布莱顿海滩的木板上 然后是一块古老的怀表 稀有且名贵 有最近保养过的痕迹 综合分析 卡尔应该在不久前 拿着这块表 到过布莱顿海滩的某处 进行了保养 于是乔赫摩根 来到了这家中表店 询问老板得知 这块表确实是他送的 虽然很昂贵 但跟卡尔送他的东西相比 简直不值一提 这是一幅属于他们家族的画 早在上个世纪被纳粹偷走 卡尔将画物归原主 并且没有收一分钱 如此看来 卡尔貌似是个大善人 他没有把价值连城的 艺术品出售 而是穷吉医生 去寻找原来的主人 仿佛是为他父亲赎罪 另一边 乔查到了线索 卡尔房间窗户上的DNA 属于一个艺术家 珊姆 乔带着助理前去抓捕 在一处昏暗的地下室内 地板上的血迹 以及轰鸣的电锯绳 显得十分恐怖 而两人走近一看 是一具动物的尸体 珊姆表示 这只是一种艺术而已 乔四处观察 发现了一幅 与众不同的画 翻过来一看 果然有万字符标识 审讯室内 珊姆老实交代 画确实是他偷的 因为那幅画属于他爷爷 但人不是他杀的 当时他翻窗户进来 发现卡尔在家 貌似在电话中与人争吵 至于在吵啥 他也没听清 拿了画就开溜了 他离开时 卡尔还活着 摩根认为 珊姆说的是实话 因为另外七幅画 是被粗暴地割下来 但珊姆拿的那幅画 则是小心翼翼翼的保管 所以凶手不会是他 一家拍卖行内 乔和摩根找到了经理 因为那晚跟卡尔 在电话争吵的就是他 经理解释 那并不算争吵 只是卡尔想提前拍卖时间 他这边不好调整 只是小问题而已 说着 他带两人来到一间仓库 里面全是价值连城的艺术饼 这些画还没有找到主人 所以卡尔暂时存放在这里 回到工作室 摩根想到了办法 不同的画家 使用的颜料也不同 他对其中一幅画残留的边角 进行化验分析 发现这种颜料 会让人皮肤得皮疹 这时他突然想起 经理曾不听脑手 果然就是皮疹的症状 看来偷走画的人 就是经理 乔立马带人去抓捕 但经理早已不见了 打开窗户一看 所有的画都被带走了 乔推测 想要带着如此多的艺术品 远走高飞 只有一种办法 走水路 亚伯的故隆店内 进来一位神秘客人 竟是神秘人亚当 他是来典当一个银盘的 银盘年代久远 亚伯表示 有个朋友是这方面的专家 需要等他来鉴定一下 神秘人留下一张名片 便离开了 亚伯口中的专家正是摩根 摩根一眼就看出 银盘不普通 擦干净一看 竟然刻着自己家族的家徽 这个银盘 竟是200年前 自己家族使用过的 他急忙去问亚伯 是谁送来的 亚伯说 那个男人个子不高 看起来很普通 戴着一顶老式复古的帽子 摩根明白了 是那个神秘人 根据那张名片上的信息 摩根与神秘人亚当 终于正式见面了 摩根警告他 离亚伯远点 有什么恩怨 冲我来 但亚当却说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他和亚伯一样 二战时曾被关在了集中营 纳粹发现了他永生的秘密 于是在他身上 进行了各种惨无人道的试验 活地解剖 甚至抽干他的血液 所以他不会伤害亚伯 至于找摩根 是想请他帮一个忙 找一把公元前44年的罗马匕首 并说会给摩根想要的报答 摩根表示 我不想要任何东西 画面来到码头 乔和助理正在准备展开调查 忽然一滴血滴在了乔脸上 抬头一看 竟是一个集装箱在滴着血 不用着了 肯定是这个 打开一看 经理竟已经死在了里面 死状十分凄惨 回到法医工作室 摩根进行了尸检 奇怪的是 两具尸体的伤口完全不同 经理是被人一刀刀折磨致死 但卡尔像是意外被人砸中头部死亡 既然是意外死亡 那么尸体眼睛应该处于争执的状态 卡尔的眼睛是闭上的 摩根猜测 凶手是一时愤怒杀人 出于愧疚 把卡尔的眼睛合上了 那么卡尔眼皮上 肯定留有凶手的指纹 审讯室内 作者的竟是卡尔的儿子小卡 原来那个指纹是他的 那么经理告诉了他 那些话的来历 所以他就想着拿去卖掉 但卡尔坚决不同意 两人发生了争吵 他一时冲动下 导致了惨剧 杀死卡尔的凶手找到了 但杀死经理的还没有 事件报告表示 凶手的DNA中 有各种疾病的抗体 甚至还有2000年前 鼠疫的抗体 非常奇怪 但摩根已经知道 凶手是谁了 是神秘人 他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乔 不动店内 神秘人再次来见亚伯 就在亚伯去拿这个的时候 他留下了一个包裹 悄悄离开了 书方面 赫然是一个万字符标志 摩根回到家中 发现亚伯正在翻看一本书 书中记载的 竟是纳粹集中营里 所有人的名单信息 根据哥布上的编号 年外的亚伯 终于知道了 他亲生父母是谁 这本书正是神秘人 悄悄留下的 可能这就是他道歉的方式 影片最后 在一处博物馆内 亚伯凭借那本书 终于认领到了 亲生父母的遗物 这是他人生中 最紧张的时刻 看着亲生父母的照片 亚伯老泪纵横 大使馆内人来人往 工作人员在忙碌的 办理签证业务 一劳者来到会台 提出了一个 令人惊讶的要求 他要死在俄卡山 工作人员看了一下 护照上的名字 阿罗洛夫 工作人员赶忙 把护照拿给长官 大使馆的官员 看到之后也很懵逼 连忙把阿罗洛夫请了过来 画面一软 阿罗洛夫在公园长椅上喂鸽子 突然表情凝重 身体抽搐 没几秒就死在了公园里 摩根正在家里吃早餐 安娜接到报警电话 提忙带人来到现场 看现场的情况分析 这应该是疾病突发师吗 汉森说 一看就是肺癌发作 摩根分析 他手掌肿大 皮肤又黄胆 发量少 这都是接受过化疗的表现 嗯 汉森 不错呀 一眼就给看出来了 安娜丝毫不给汉森面子 说 这个死者的手上有医疗手环 刚刚汉森打了上面的电话 医生已经把死者的情况说清楚了 汉森尴尬的笑了 就在尸体正要被运走的时候 卢卡斯一看就知道这是蓝尾岩手术刀疤 而对于摩根来说 这把痕很熟悉 他看着疤痕像一个回忆 1955年 东方快车号列车上 摩根正带着阿比盖尔过二人世界 摩根显得有点不大愿意啊 就在这时 有人敲门 是一个穿着军装的人 另一个车厢 一小孩非常痛苦地躺在沙发上 军人告诉摩根 这可是国王的儿子 你治好有赏 治不好就去陪葬 但摩根丝毫不慌 给小孩检查了一番 诊断出他得了极性蓝尾岩 必须马上守住 可是火车上的医疗设备有限 只能将就一下 就这样 在简陋的火车上 摩根救了小王子 不过手术环境比较艰苦 伤口缝合比较难看 摩根也认出了眼前的老人 就是当年自己救助的小王子 也就是现在的 俄卡省的国王 把一办公室里 死者的夫人前来认领尸体 摩根向王后表达了哀悼 并用俄语说了 国王万岁 摩根回到家后 亚伯还在沉迷 他的皇爷大权 摩根悄悄地从盒子里 拿出一个古董钻戒 装了起来 亚伯好奇地问 你偷偷把戒指装起来干嘛 这还是你去东方快车 潇洒之后给我带的礼物呢 摩根说到这枚戒指 应属于俄卡省国王 是时候乌龟远主了 摩根带着戒指 找到了王后 他希望把戒指 换给国王的后代 王后招待了摩根 还为他煮了茶 接着在两人的谈话中 摩根得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线索 死者阿洛洛夫 虽然患有癌症 但是生前并没有接受过化疗 摩根感到非常奇怪 那阿洛洛夫 怎么出现化疗后的症状呢 这其中一定存在问题 摩根立马赶回法医办公室 国王的遗体 已经被带进了电梯 摩根让卢卡斯拦住电梯 他拿着专业的遗器 检测出死者阿洛洛夫体内 果然有大量高浓度的放射元素 安娜一脸懵逼的赶了过来 摩根告诉众人 国王不是死于意外 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案件 摩根和安娜来到俄喀神领事馆 大使馆长官说 那天国王的确来找过自己 想要尽快回到俄喀神 希望可以快点办理签证 他还承认 自己收了一枚钻石作为报酬 安娜给汉森打来了电话 卢卡斯从死者未业里面 检测出放射元素泼210 摩根接过电话 让卢卡斯再看看还有啥 卢卡斯打开袋子闻了起来 嗯 死者好像临死前吃过东西 咖喱 炖野山羊之类的东西 摩根立马迷晕了 死者吃的应该是阿卡神的家乡菜 炖蚝牛肉 汉森接过电话说 根据信用卡的消费记录 临死前国王去过一家 俄喀神主题餐馆 摩根和安娜赶去了这家餐馆 餐馆的老板表示并不认识死者 但摩根突然发现了老板手上的伤疤 摩根问 这是遭王室迫害留下了吧 老板拒绝回答 离开了 摩根身上的监测器突然响了起来 餐馆老板手上拿着的板 有微量的放射反应 随后 他们将餐馆老板带回警局 老板却失口否认杀死了国王 他让安娜去调查和国王吃饭的金发妹 看样子算是国王的情妇 他说那天 金发妹在餐厅和国王吵架 一口没吃就离开了 厌制房里 摩根在死者的手上 发现了特殊标志 卢卡斯说 这是当地有名夜店的印章 摩根和安娜赶去了这个夜店 通过服务员的指认 他们找到了金发妹 金发妹说 阿洛洛夫每次都是点一杯可乐看着 然后留下一大笔小费离开 金发妹还说 阿洛洛夫告诉自己 他是自己的父亲 摩根想起那天在餐馆的事情 金发妹说 阿洛洛夫告诉他自己是国王 然后要带金发妹回王国去 他还要自己保密 不能让他妻子知道 金发妹觉得那个人脑子不正常 就吵了几句 摩根告诉金发妹 其实吧 他就是国王 你就是格卡神的公主 金发妹眼睛都等到了 第二天 摩根小团队再次来到死者阿洛洛夫家里 王后煮了茶接待他们 安娜问王后 是否知道阿洛洛夫婚外情的事情 王后喝了口茶 她说 阿洛洛夫25年前确实有过一段婚外情 后来自己也就慢慢原谅他了 就在这时 王后满头大汗 手也颤抖起来 后来越说越激动 她说自己爱王国根本不是为了钱 说着还掏出了钻石给他们看 突然一顿抽搐 王后倒在了地上 摩根用检测仪器发现 王后是颇中毒 看来她刚刚喝的茶也有问题 摩根立马用管子 将王后喝的茶给吸了出来 就这样 王后获救了 探案三人组对现场进行了勘查 发现了撬走的痕迹 看来凶手从这里进来投了毒 就是单纯的想杀了国王 摩根发现门把上的蓝色指纹 和领事馆的油墨相同 凶手一定是给他们办理签证的人 通过签证得知了国王的地址 然后下毒害死了国王 摩根和安娜再次赶去了 俄卡省的大使馆 外交官暗地里透露工作人员的信息 还说金发妹也曾来过大使馆 去找金发妹的路上 摩根翻看了外交官提供的资料 发现了那个员工 阿西福 曾在俄卡省服役过 被举报是苏联的间谍 安全起见 安娜打电话告诉国王女儿 让她锁好门窗 可是 为时已晚 阿西福已经从窗户闯了进来 她掐住了公主的脖子 突然屋里传出了婴儿的哭声 凶手转身朝房间走去 拿枪指向孩子 也赶来了 阿西福和安娜开始手枪对射 凶手也被安娜制服 公主被阿西福打了一枪 公主被送上了救护车 1955年 摩根救下小王子 今天 摩根又救下了公主 真是妙不可言 在摩根的鼓励下 公主最终挺过来 金发妹子正在梳妆打扮 穿着复古的衣服 画着复古的妆容 突然铃声响起 妹子慌张地接起电话 质问对方打电话干什么 突然门开了 妹子有点不知所措 向进来的人道歉 画面一转妹子被人杀害 丢在了垃圾堆里 虽然脏乱差 但不影响桥姐细致的观察 一张死者的相片 以及一个叉子 上面还沾着鞋 应该是雄气 来到法医工作室进行尸检 摩根发现 死者头发上有含绿浮漆 这种成分只有老式的发胶中有 并且妹子手指上涂的指甲油 也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产品 最奇怪的是 妹子穿的衣服 并不是现代复古款 而是70年代的原版产品 摩根推测 凶手可能是有某种怀旧屁 根据最近失踪女性的信息 乔查到了辞者的身份 名叫萨拉 是个大学生 于是 乔和摩根前往大学宿舍调查 萨拉的摄友 表示他俩关系非常好 好到穿一条裤子的那种 摩根四处观察 在萨拉的衣柜里发现了异常 一堆名贵的珠宝首饰和衣服 奇怪了 一个来自农村的大学生 为什么会有这么贵重的东西 乔问摄友萨拉 有没有男朋友时 摄友神情有点复杂 说他不知道 但是萨拉最近有点神秘 学习了学校所有的课 唯独对其中一门非常知名 到底是什么课呢 乔和摩根来到了上课的教室 老师正在用某些不可描述的画面 讲述着心理学 乔有些震惊 现在大学课堂也开始内卷了 开灯后 摩根发现 讲台上的老师 竟然是第八级中的莫里 厉害了 竟然还是大学教授 既然是老乡时 那就开门见山了 乔和摩根来到办公室 询问莫里有关萨拉的情况 看着那张照片 他想起了前几天 萨拉曾找过他 说他正在谈一段角色扮演的恋爱 老师有点自责 如果当时能多说几句 也许萨拉就不会死 他说 如果能告诉他更多的细节 也许能帮忙破案 但这个提议被乔姐一口回卷了 破案有我们足够了 画面来到助理这边 他忽悠卢卡斯 说只有一套防护服 不好意思啊 你加油 卢卡斯把抛尸现场的垃圾堆翻了个遍 终于找到了线索 人收到消息后 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公寓 开门后 紧呆了 这里被装修成了70年代的风格 甚至茶几上的杂志 都是上世纪70年代 我跟发现 房间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精心设计的 但是有一个东西出满 一个小地毯 放在这里显然很违和 拿开一看 竟然有一滩血迹 看来这里就是案发现场了 小在沙发底下 发现了一张老照片 从褪色程度上看 这张老照片 应该是上世纪70年代拍的 两张照片中的女孩 虽然不是一个人 但衣着神态背景 竟完全一样 看来 萨拉要扮演的 就是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呢 凶手为什么要让萨拉扮演她 警察从萨拉的电脑里 发现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的萨拉 显然是在模仿某人说话 很不自然 她提到了59街 正在修地铁 太麻烦了 害她回家 还得绕路两个街区 乔和摩根再次来找莫里 毕竟要分析这段视频中 萨拉的心理 还是要找专业的人 看完视频 莫里说道 从心理上 凶手应该有很强的控制语 通俗一点 就是谁想在上面的问题 新围巾 新香水 后面的调节看不下去了 她问教授 有没有看出别的东西 教授说 虽然这是一段模仿视频 但是萨拉说的台词 一定都有其意义 不是乱说的 这时摩根反应过来了 1979年的59号街区 正在修地铁 而萨拉所租的房子 正是离59号街区 两个街区的房子 那么问题来了 1979年那间房子 是谁在住 根据租房记录 乔还真查到了 当年租房的人 正是眼前这个中年大叔 大叔表示 时间太久忘记了 并且否认认识萨拉 但摩根拿出那张老照片时 大叔明显愣了一下 但随后仍然否认 机智的摩根 用了一个小伎俩 他假装把那张老照片 反复的折叠 大叔坐不住了 他承认 那张老照片中的女人 正是他去世的老婆 没能瞧解多问 大叔直接就自首了 他认为是他杀死了萨拉 审讯室内 并让萨拉模仿他的妻子 都是出于对妻子的思念 但是那天晚上出了意外 他看到了萨拉在打电话 在70年代时候 是没有手机的 所以这个场景 破坏了他的幻想 助力追问 于是你就杀了他是吗 大叔回答应该是吧 并且复原了醒凶的动作 这时摩根觉得不对劲 因为大叔复原的那个动作 与萨拉尸体的伤口并不一致 但乔认为摩根是想多了 并没有理会 没办法的摩根 只好去找莫里 摩根说了他的疑惑 既然这样 莫里提议去案发现场 寻找真正的真相 两人偷偷来到那间出租房 复原当时的场景 就在两人在沙发上 七七我我时 摩根的杯子掉在了地上 他突然想到 沙发上有屋子 而房内所有东西都一尘不染 为何会留下这个屋子 除非大叔不知道这里有屋子 摩根对屋子进行取样分析 发现其中有迷药的成分 看来那天晚上 还有其他事情发生 回到警局 他告诉乔和上司 那天晚上 大叔喝的酒中有迷药的成分 以至于他神志不清 而真正的凶手 在行凶后 将凶器放在了大叔手上 所以大叔才会以为 是自己杀了萨拉 好吧 那就再问个大叔 案发当晚 有没有什么异常 乔提出要给大叔做个血剪 但大叔的反应却很奇怪 他一口咬定 就是自己杀了萨拉 摩根看到大叔如此反应 猜测 他应该是在保护某人 这个人 也许是大叔的女儿 于是 乔和摩根找到了大叔的女儿 但他女儿却表示 他跟父亲关系并不好 他说 自从母亲去世后 父亲就没有走出丧妻阴影 一直寻找人替代妻子 乔拿出萨拉的照片 询问是不是这个女孩 但让人意外的是 女儿竟然摇头否认 虽然衣着神态很像 但真的不是他 出来后 乔和摩根一头雾水 难道除萨拉之外 还有人在模仿大叔的妻子 或者是有人在模仿萨拉呢 既然能穿萨拉的衣服 谁又能拿到萨拉的衣服呢 只有萨拉的摄友 画面来到大学课堂 莫莉正在讲课 课堂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萨拉的摄友 下课后 他去办公室找莫莉谈话 说他想主修心理学 老师有没有什么意见呢 莫莉突然注意到了 妹子穿的衣服 竟然是萨拉之前穿过的 而且摄友言语中 满是对萨拉的崇拜 莫莉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找借口让妹子离开 转头拿起电话 打给了摩根 但就在这时 那个妹子出现在背后 将她打晕 摩根这边 两人来到萨拉的宿舍 摩根发现一张打印出来的课表 发现这个时间 是在上莫莉的课 果然莫莉已经被摄友控制住 莫根看到了摔落在地上的电话 意识到了不对 他直接冲了进来 乔拿枪控制住了摄友 随后立马将莫莉送往医院 好在伤口不撑 莫莉没有答应 电视演播厅里 克雷正在接受采访 他是全美最大的军火交易商 打算竞选国防部长 这时黑客突然入侵了电视网络 不但曝光了竞选人的各种腐败视频 还曝光了他迷乱的私人生活 一夜之间 克雷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第二天 黑客居然死在了出租屋里 死者名叫艾瑞克 莫根小团队及时来到出租屋检查 死者脖子上没有勒痕 也没有伤口 也没有挣扎的迹象 只有额头上一个小伤口 除此之外 死者的眼睛布满血丝 莫根推测艾瑞克是窒息而死的 嗯 是流唇的味道 这一定就是死者窒息的原因 当他们调查时 家里突然亮了起来 卢卡斯闻到了毒气泄漏的味道 看样子是被人远程启动的 我跟猜测 一定是有人在凌晨 推进了艾瑞克的手机 这次打开了天然气的阀门 才造成了艾瑞克的死亡 这次案情牵扯到黑客 警局特意调了两名王警同事 来配合安娜的工作 王警的办事效率那不是一般的快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杀人的凶器 和11个嫌疑人 这些人都是被艾瑞克报过料的 难道是报复性杀人 摩根对尸体进行了解剖 得出的结论和王警同事发现的一样 摩根这可不服了 带着安娜来到死者家里寻找新线索 他们戴上防毒面具 躺在死者的床上 模仿死者被害现场 每人在旁 摩根怎能心怀不乱 但摩根什么场面没见过啊 摩根推测出天然气的含量 并不会让艾瑞克窒息 这案件一定另有隐情 两人回到了法医办公室 对尸体进行了检查 他们剃掉了艾瑞克的胡子 发现他的下巴和嘴边都有余青 这下总算是搞清楚了 当时死者只是昏迷了 凶手一定是将艾瑞克的口皮堵住 这才让他窒息死亡的 这说明凶手当时肯定在死者房间里 而汉森和王警这边 已经抓到了犯罪嫌疑人克雷 可摩根事件的结果 正好证明他不是凶手 审讯室里 安娜拿出了黑客曝光的那段监控视频 给克雷看 克雷表示自己只是去参加聚会 蹭饭的罢了 不然谁会花一万美元 去吃一碗意大利面 摩根突然想到 之前在死者的胃里 提取出了意大利面的残渣 摩根和安娜赶去克雷当天聚会的餐馆 突然一个用公社纹身的服务员 引起了摩根的注意 他发现妹子头上的霉钉 与死者额头的伤口是吻合的 看样子 艾瑞克的死与他有很大关系 妹子可能觉得自己暴露了 转身退到架子逃了出去 慌乱淘宝中 他的手机掉下来了 摩根通过手机的信息 查出妹子曾因非法入侵网络 被警方处理过 还查到了妹子的同伙小黑 是小黑操控了信号灯 让妹子逃走的 于是安娜和汉克 把小黑带回了警局 小黑也说出了 那个妹子是莉莉 自己只是帮了个小忙而已 警方对比发现 艾瑞克房间有小黑的指纹 这怎么解释啊 小黑说死的那晚 他的确去过艾瑞克的家里 那是因为他发现 艾瑞克有了新欢 而这时候艾瑞克和莉莉 还是情侣关系呢 他们那天晚上 是去质问艾瑞克的 但是肯定没有杀害艾瑞克 摩根这边 正在办公室整理资料 突然办公室里电脑 被远程控制 那边的人打开了摄像头 原来正是警方追查的莉莉 莉莉调查出了 摩根的信息是伪造的 威胁摩根给自己开死亡证明 否则就将摩根的秘密 公之于众 摩根刚要出门 发现店里坐紧了一个人 莉莉竟然找到这里来了 她开口就要摩根提供死亡证明 摩根反问 你为什么要去杀艾瑞克 莉莉便称 自己并没有杀艾瑞克 摩根撕掉了写好的死亡证明 莉莉愤怒地跑出了门 来到一个路口 拿出手机 正准备发布摩根伪造的谎言 没想到就被车撞了 画面转到医院 莉莉正躺在病床上 现在她的情况比较复杂 行过来的几率只有50% 摩根观察现场情况后 也觉得莉莉不是自杀 也不符合自杀的条件 应该是有人远程控制了信号灯 莉莉应该是按照信号灯指示行走 然后被车撞了 能改变信号灯的小黑 可能性很大 那凶手一定就是小黑 安娜又把小黑给抓了回来 小黑便解到自己真的没有杀莉莉 控制信号灯的代码已经更换了 自己已经没有权限了 安娜很疑惑 那还会是谁呢 摩根和同事妹子在病房守着 摩根突然想到了什么 她想起 王景女同事 在审讯室看到 艾瑞克尸体照片时很反感 其实当时让她反感的 并不是尸体照片 而是艾瑞克本人 因为她就是艾瑞克的情人 只有他们官方才会有城市的代码 艾瑞克接近她 骗取了她的感情 所以她要杀了艾瑞克 摩根很好奇 为什么设置好远程 还要再去艾瑞克的家里呢 她说自己回到艾瑞克的房间 是为了把电脑记录清空 正好发现艾瑞克已经奄奄一息 所以下手把她捂死了 突然病床上的莉莉抽出了起来 可是病房的监控系统已经被同事妹子切断了 艾瑞克这边也查到了线索 是同事妹子更改了系统 他们开车朝着医院赶去 此时摩根和艾瑞克都追了过来 医院门口同事妹子告诉摩根 自己已经把摩根的秘密公之于众 同时表示对自己做的事情非常后悔 说着退到了马路中间 被一辆救护车给撞死了 夜市房里 艾瑞克拿着手机向摩根询问 摩根紧张了 但是让摩根没想到的是 暴露的并不是她不死的秘密 在医院苏醒的莉莉替摩根修改了内容 码头边的一个酒吧里 男人正在和朋友喝酒交谈 聚会结束后 男人在家里突然被鱼叉捅死了 第二天早上 摩根和安娜赶到案发现场 得知死者叫李克 是一名船长 分歧李克伤痕的情况 杀死她的就是鱼叉 在法医办公室 摩根对尸体进行了尸检 死亡时间是凌晨一点左右 而且有减压症的症状 洛卡斯在死者的牙齿里面 发现了金子的碎线 安娜明白了 看来凶手杀人的动机 就是为了财宝 摩根和安娜来到李克的仓库 在里面发现了 李克打捞出的货物 上去掀开了盖在上面的帆布 看着熟悉的方向舵 摩根陷入了回忆 这个方向舵 正是自己当年被打死的 那艘船上的 摩根通过这些物品 判断出 这就是当年贩卖奴隶的船只 晚上在俱乐部追悼会 安娜找到了李克之前的搭档 希望从他这里得到一些线索 但这个搭档 直接回答无可奉告 直接走开了 摩根注意到 吧台旁边的小伙子 他手上和死者一样 都有被水母扎伤的痕迹 他和李克一起参与了打捞吗 摩根上去询问 刚问出小伙名字叫约翰 那小伙转头就离开了 摩根注意到 远处站着一个壮汉男 他告诉安娜 去酒吧外面询问他 自己则留在酒吧继续调查 无意间 他发现酒保妹子是一同 根据他倒酒的动作 看来他也有减压症 说明他也是一名潜水员 摩根追问酒保妹子 最近一次潜水的情况 酒保妹子看了一眼门口的壮汉男 说自己不清楚 转身穿上外套出了酒吧 看来这三个人都有问题啊 于是摩根跟着走出了酒吧 壮汉男正在殴打约翰 以为他已经向警方坦白了 接着安娜和汉森拿枪将三人控制 带回警局进行审问 警局内 安娜和汉森对三人进行审问 根据三人的资料 发现三个人都是死者李克的船员 一起打捞过沉船了的女皇号 安娜判断肯定是其中一个人起了贪念 杀死了李克 但是三人都说 李克的死和自己没有关系 自己也没有理由杀他 因为只有李克知道黄金的位置 摩根回到了家里 和亚伯说了事情的经过 于是准备偷偷潜入到李克仓库 寻找线索 在仓库里 摩根发现了一幅棺材 里面只有一个头骨 这人生前一定被枪击中过 这时仓库里又进来一个人 对着古董宝物一顿乱砸 摩根站出来阻止 两人你追我赶跑出了仓库 结果一出来 场面就有点尴尬了 安娜带着大批的警察蹲守 安娜一脸懵 进去 安娜询问摩根到底干什么去了 摩根表示 自己只是好奇李克找到的古董 想要一探究竟 随后 安娜对昨晚抓获的壮汉男进行审问 安娜购问壮汉男为什么要杀死李克 因为警方在死者李克的身上 提取到了壮汉男的DNA 如果壮汉男不实情交代 那么就能以谋杀罪逮捕他 事到如今 壮汉男承认 当晚他的确去找过李克 不过自己真的没有杀他 他说女皇号沉船 是他和李克共同发现的 在下海打捞时 因为设备和技术不行 还导致损失了一个潜水员 之后一个大捞加大了资金 升级了设备 这才打捞出来 根据警方的调查 李克死亡的时间是凌晨 壮汉男有不在场的证明 所以排除了他的嫌疑 不过他想到另一个嫌犯 那就是资助李克打捞的金主门罗 正好今天晚上 他在俱乐部进行演讲 摩根和安娜赶到了俱乐部 罗门正在进行演讲 演讲会上 他将打捞出的金银财宝 全部捐赠给了历史研究馆 会议结束 他向金主门罗询问情况 门罗说 自己的确资助了李克 但是没有杀李克 一旁的服务员叫住了摩根 说是有人打电话找他 这个金主不单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还是情场撩妹高手 对着安娜就是一番甜言蜜语 摩根这边 打电话找他的人 正是第十一集中 揭露的神秘人 法伯医生 神秘人到底有何目的呢 办公室内 摩根收到了一份快递 打开看 是一把发美的火枪 是神秘人 法伯医生寄来的 还给他留了字条 摩根无意间翻看俱乐部的杂志 那位死亡潜水者的信息 引起了摩根的注意 这个人 两只眼睛的颜色也不一样 和九宝妹子一样是一同 摩根觉得九宝妹子有重大嫌疑 他说出了自己的推测 李克在打捞的时候 死了一个潜水员 这个潜水员是一同 这是遗传导致的 所以他和九宝妹子是兄妹关系 案件此时浮出了水面 李克是被九宝妹子杀的 与此同时 罗梅正在和安娜在家里约会 安娜关掉了手机 享受着约会的乐趣 罗梅的撩妹技能太强了 安娜差点就被攻陷了 为了缓解一下自己 安娜借口去厕所冷静一下 就在这时 九宝妹子已出现在门罗的门口 他要找门罗报仇 汉三这边通过对九宝妹子的手机定位 发现位置出现在门罗的家里 他想到安娜也去了门罗家里约会 赶忙开车赶去 摩根也赶去金主的家里 安娜听到外面的动静 出门一看 罗梅已经倒在了地上 安娜和九宝妹子打了起来 就在危机存亡的紧要关头 汉三和摩根破门而入 安娜致服了九宝妹子 原来九宝妹子看到报纸上 罗门捐赠金银财宝的消息 他要替去世的哥哥报仇 摩根家里电话响起 是法博医生打来的 法博医生说 自己在2000年前被刺了一刀 这才导致自己不死 但是那把刀却找不到了 而造成摩根不死的枪还在 他告诉摩根 也许用那把枪自杀 就能结束不死 摩根看着背后的钟表 陷入了思考 一个艺术表演中心 正在进行芭蕾舞的表演 导演紧急的寻找 第二幕的表演者洛娃 没想到背后传来了一阵尖叫声 幕后人员发现了一只断角 上面还穿着芭蕾舞的鞋 摩根正在家里研究着那把手枪 而安娜正在和金主门罗 在高档餐厅约会 这个门罗非常的有排名 包下了一整间餐厅 门罗得知安娜最近休假 于是询问安娜想要去哪旅行 她有一架私人飞机 可以和安娜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 安娜不禁感叹 难道这就是超能力吗 还有谁会拒绝呢 画面一转 安娜 摩根和汉森都赶到了现场 摩根通过观察 推断出受害者的年龄 身高和肤色 在场的舞蹈演员只有洛娃不在 看来这只被拒断的脚就是他的 断脚的横截面伤口是锯齿形 通过血迹判断 脚是活着被拒下来的 按照出血量看 洛娃已经死了 但现场并没有找到尸体 第二天 安娜向上次汇报了这场案件的调查工作 这个洛娃是芭蕾舞明星 警方搜遍了整个剧院 也没有找到他的尸体 看来凶手是在外面锯掉了洛娃的脚 然后再丢回现场了 摩根和小卢在法医办公室研究着断脚 长时间的跳舞导致脚掌变形 韧带撕裂 足底还有几排针孔 应该是注射激素针流下的 安娜来到办公室 她说现在所有的医院都没有发现有少一只脚的尸体 此时摩根发现了线索 一小撮羊毛纤维 摩根和安娜找到洛娃的哥哥 根据哥哥的描述 得知有人曾跟踪过洛娃 摩根发现了一瓶开启的防冷喷雾 还在墙上看到了一辆老爷车 车的地毯上 铺着和洛娃身上相同的羊毛纤维 摩根通过拖车记录 在郊区的路边找到了洛娃的车 后备箱里有一个带鞋的毯子 在汽车接缝处发现了橡胶皮管 摩根推测 洛娃在被锯断脚之后还活着 然后用橡胶皮管和毯子绑住腿自救 摩根和安娜又来到剧场调查 导演表示 洛娃平时和他们相处得很愉快 并没有什么矛盾 之后他也将接替舞蹈女皇的位置 汉森无意间发现 洛娃的化妆镜前有两行字 你敢跳就等着死吧 看来芭蕾舞团另有玄机 于是找到了嫌疑最大的洛娃 洛娃在和光头经纪人在谈话 经纪人有明显的灼伤痕迹 就是这个防狼喷雾的杰作 难道是因为嫉妒洛娃而砍了他的脚 安娜将洛娃和光头带回了警局 洛娃告诉警察 之前光头跟踪洛娃被发现 然后被洛娃喷了一脸的防狼喷雾 当天还下着大雨 洛娃还在雕塑那里等候 但是之后就再也没有跟踪了 所以自己肯定没有杀害洛娃 摩根似乎想到了什么 带着安娜和汉森来到剧院 当看到雕像后 摩根立刻明白了赖动去脉 在古罗马 会说话的雕塑指的是 俊男谅女不能在公共场合秀恩爱 只能利用雕塑来传小纸条表达爱意 摩根在雕塑上寻找 果然在这里找到了一张纸条 是一个旅馆的地址 洛娃是一个叫皮哥的男人 三人感觉了这个旅馆 进门之后 床上有一大滩血迹 门口还有一个带血的木棍 洛娃应该是在进门之后 遭到了不幸 远处有一群海鸥在盘旋 走近一看 果然是断角的洛娃 看样子应该是还活着 他们紧急把洛娃送到了医院 进行包扎 办公室里 安娜和门罗正聊得水深火热 门罗给了安娜很多条旅游线路 看到摩根走了进来 安娜急忙挂断了电话 摩根说自己查到了线索 当时和洛娃排练芭蕾舞剧的人 正是小纸条落款的皮哥 于是安娜和摩根再次回到了剧院 摩根看着芭蕾舞剧的海报 其中男主角叫米勒 女主角正是洛娃 而米勒就是他们的领队 随后米勒就被带回了警局 查到了米勒潜规则的洛娃 摩根去到了医院去询问洛娃 在断酒的情况下 你竟然还能坚持下来 洛娃只记得自己在后备箱里醒来 自救找到了橡皮筋 摩根询问医生 洛娃是否需要截肢 主治医生说 伤口已经包扎过 没有必要进行截肢 摩根推测凶手 拒断了洛娃脚之后 还对伤口进行了处理 看来凶手并不是真的想杀洛娃 此时安娜和汉森已经赶到了医院 通过资料可以看出 洛娃的哥哥曾经当过军医 汉森和安娜赶去洛娃哥哥家里 两人搜查到了一套外科手术器具 其中就包括节制用的锯子 与此同时 哥哥从外面回来 看到安娜和汉森 哥哥立马从窗户逃了出去 三人经过一番追逐 哥哥准备转身跳向旁边的楼顶 结果一头栽下楼摔死了 尸体被带回了警局 门外的小卢带来了报告 发现了洛娃的体内 还有治疗脚部关节炎的药物 摩根再次对那只断脚进行了检查 居然发现洛娃患有骨质退化 就算没有断脚 他的舞蹈生涯也不到一年了 到这里 摩根已经基本了解事情经过了 他来到病房 推洛娃出去 接受媒体的采访 摩根说是洛娃指使哥哥拒断了他的脚 那是因为这条足够劲爆的消息 必定会引起媒体的注意 这样洛娃就可以占据 最佳首席芭蕾舞者的位置了 警局里大家都知道洛娃可能骗了大家 但是却成全了洛娃 车上安娜和文罗正在去巴黎的路上 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通向白油镇的车上 亚伯正带着摩根去找失踪母亲阿比盖尔的痕迹 到达了目的地后 一个女人正在除地 那是亚伯母亲的房东 她保留下了一些亚伯母亲的物品 摩根突然发现院子里有一块土地有塌陷 她开始挖掘土地 在下面居然找到了一具尸骨 这难道是阿比盖尔吗 随后当地的警察赶到了现场 询问摩根为什么回来到这里 这是安娜从摩根身后走了出来 向警察解释了缘由 画面一转 事故被带回了法医办公室 摩根的精神状态很低落 小卡检查了一下事故的情况 这是一具女性事故 年龄在20岁左右 死者生前应该是受到了利息的重创 后脑位置直接被刺穿 那么根据年龄和事故情况来看 这个死者不是阿比盖尔 摩根立马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亚婆 但是这即使不是阿比盖尔 也与阿比盖尔有着很大的关系 摩根又对这具尸骨进行了检查 发现尸骨小臂有过接骨的迹象 这种手法是专业医疗人员做的 这是卢卡斯查到了25年前失踪的人 最符合事件情况的就是20岁的琳达 摩根和安娜赶去了柏油镇的医院 这里的医生掉去了以前就诊记录 发现了和案发时间吻合的妹子琳达 而负责照顾她的护士就是阿比盖尔 接着摩根和安娜向老护士询问当年的情况 老护士对琳达印象很深刻 因为当时医院有意肇事逃逸事件 当时摩托车手来医院时 琳达也在这里治疗骨折 之后琳达就跟着阿比盖尔回家了 但是从那之后 阿比盖尔就再也没来过医院了 他们了解到当时送琳达去医院的那个人叫阿泰 这个阿泰原来是一名法官 于是摩根和安娜前提了解情况 当摩根说明来医的时候 怕明显在躲避 摩根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汽车刷过星期 是因为那天撞摩托车手就是你吧 琳达作为唯一目击证人 所以就被你杀了 阿泰不理会摩根的话 开车急匆匆地离开 家里摩根翻看着阿比盖尔的物品 一本尸体勾起了摩根的回忆 他发现尸体里的一封信 新的大致内容是 阿比盖尔在柏油镇建造了一个他们的秘密基地 他想要摩根和亚伯一起过来生活 摩根很感动 原来阿比盖尔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和亚伯 就在这时 洛克斯跑过来找摩根 他在图上中发现了一个领夹扣 上面还有一行文字 他因上帝力量而繁荣 这是一所大学的校训 摩根突然想到了什么 案发的那年 阿泰正好在上大学 于是把法官阿泰带回了警局 法官告诉安娜当年的真实情况 那天晚上 他和琳达去参加聚会 喝了很多酒 在开车回去的路上 不小心撞到了一个摩托车手 因为琳达怕被男朋友发现 出柜偷行的事情 所以就肇事逃逸 当天晚上 琳达就是怕男朋友 所以才和护士回了家 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琳达了 晚上摩根回到家里 拿着信 又仔细地看了起来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去信里面提到的地址 去寻找线索 说着摩根和安娜连夜赶到了柏油镇 经过一番寻找之后 果然发现了地窖的入口 摩根看到了里面 存放着大量阿比盖尔做的果酱 这时安娜接到了汉森的电话 因为信号不好 他走出地窖接听 汉森说 他在医院没有查到 琳达当天晚上的陪审记录 说着汉森看到了小镇警察在办案 摩根在地窖里也发现了线索 一件代谢的警符摆在摩根面前 柏油镇警长 原来是他 他就是达林当时的男朋友 是他杀了达林 并且进行了埋尸 警长突然出现在摩根身后 摩根询问他是否杀害了阿比盖尔 警长拿枪指着摩根 安娜出现控制住了警长 警长被带回了纽约警局 得知当年警长在医院看到了林达 得知了他和法官偷情 第二天他喝了很多酒 去阿比盖尔的家找到了林达 两人争执中 他失手把林达推倒 林达的后脑勺撞到了床脚上 死了 在林达死后 警长就把他的尸体埋到了后院 还把代谢的警服藏在了地窖 摩根询问警长 带林达回家的那个护士怎么样了 警长回答 那天他是在房子外面等着的 看到护士和一个男人出了家门之后 自己才进去和林达理论的 中间房东来过一次 但那个护士出去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摩根似乎想到了什么 带着安娜再次赶到了柏油镇 沿路寻找一番之后 他们在坡下发现了废弃的事故车 在汽车旁边有一具尸骨 这就是阿比盖尔了 摩根对阿比盖尔的事故进行了检查 胸骨骨折 是出车祸的时候 汽车保险杆撞击所致 喉咙上的咳痕应该是被甩出去的时候 被汽车玻璃划伤了 此时卢卡斯却提出质疑 死者胸骨似乎是受到了挤压 而割痕也不是被挡风玻璃割伤的 从割痕的角度和力度来看 应该是割喉自杀的 阁下案件更加普手迷离了 在路上出了车祸甩了出去 男人对他进行了抢救 他却选择了自杀 这是为什么呢 摩根百思不得其解 摩根回到家后 和亚伯说起了整件事的经过 亚伯询问 那当年那个摩托车手呢 摩根翻看了当晚车手的住院档案 寻找线索 照顾他的护士正是阿比盖尔 当时摩托车手已经病危了 看来是活不了了 但是档案中没有死亡证明 突然摩根想到了什么 拿起神秘人的名片 拨打了上面的电话 神秘人也不想隐瞒 当年被车撞了的摩托车手正是他 之后他被送进了医院 然后发现照顾他的护士竟然认识摩根 于是神秘人便威胁阿比盖尔 让他带着自己去找摩根 但是阿比盖尔害怕神秘人伤害摩根 于是冲到沟里自杀了 而神秘人自然是重新复活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出事的 只有阿比盖尔一个人的事故 阿比盖尔到此都在保护摩根 博物馆的仓库里 蓝衣妹子正在翻动着破旧的木枪 突然她的手被刺伤了 竟然是一把古罗马匕首 妹子的鞋递在了车子上 结果画面一转 这个妹子就死在了桥下 安娜带着汉森来到现场调查 死者没有身份证 口袋和钱包都被掏空了 现场就是一个普通的抢劫杀人案件 安娜突然注意到 死者手上的钻石戒指还在 那这肯定就不是单纯的抢劫事件了 卢卡斯根据地上的脚印开始推断 凶手从桥上把死者丢下来 然后自己从桥上跳下 所以在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 安娜感觉这个说法很离谱 卢卡斯说摩根请假 去参加亚伯母亲葬礼了 看神奇 安娜并不知道这件事 那边 摩根和亚伯在码头 对着骨灰盒讲述着袭击的内心 摩根突然回忆 和阿比盖尔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自己曾经承诺要好好地保护他 没想到他死得那么孤独 而这一切都是神秘人亚当造成的 摩根发誓自己要找他复仇 法医办公室里 卢卡斯正在汇报验尸结果 死者脊椎受损是堕桥所致的 而身上的鱼青是打斗造成的 摩根接着补充 死者脖子位置的伤口 是被面包刀割伤的 伤口中还存在碎线 死者右手中指的伤口 应该是前几天造成的 验尸报告显示 应该是一种古老的铁漆割伤的 死者的另外一支支架缝中有干燥剂 是乳胶手套中的 这时汉森查到 最近失踪的人口中 布莱登与死者的特征非常吻合 27岁在博物馆工作 看来摩根推测的没错 这个死者就是布莱登了 摩根和安娜赶到了博物馆 安保人员拦住了他们 好在馆长赶来接待了两人 他们来到死者生前的办公室 关上灯 摩根用监测灯对办公室进行了检查 果然在桌子上发现了血迹 甚至血迹找到了架子上的旧箱子 里面是一块旧布 这块旧布有古罗马匕首的印记 摩根想到了神秘人之前说到的事情 2000年前 他被一把罗马匕首刺中了腹部 实现了重生 查到匕首不就能杀了神秘人 给阿比盖尔报仇了吗 想到这里 摩根匆匆地离开了博物馆 警局这边 汉森调取了死者的手机通话记录 最后一个是打给格里芬的 长官让安娜和摩根好好调查一下 两人赶到了格里芬的家 管家看了死者的照片之后 立马就认出来了 案发当晚 死者的确来过家里 那天布莱登是来鉴定一把古罗马匕首的 格里芬先生行动不便 根本不可能杀害布莱登 或许死者的男友知道些什么 于是安娜将布莱登男友带回了警局 在安娜和汉森审问下 男友交代了实情 布莱登之前和自己说过古罗马匕首很值钱 因为自己想借此赚点钱 所以就把匕首拍了照片 发到了网上 他的一个朋友也给自己贴了电影 假装劫匪打劫布莱登 抢作匕首再卖掉 所以当晚朋友拿着面包刀 跟踪布莱登去了公园 但朋友肯定没有伤害布莱登 因为当晚朋友给自己打了电话 说他拿到了匕首 布莱登也安然无恙 随后男友就供出了朋友的住址 当安娜和摩根赶去那个地址时 小伙子全身被人用刀划开 折磨得非常惨 摩根发现他身上的血还没有干 凶手没有走远 安娜和汉森分头去寻找 这时站在暗处的神秘人走了出来 说匕首已经不在这里了 说着神秘人拿着刀片 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这时安娜走进了房间 看到摩根向某处张望 安娜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拿着枪慢慢靠近 摩根怕安娜遇到危险 强先走了进去 神秘人割喉自杀了 摩根赶快把遗留下来的刀 踩在了脚下 避免让安娜发现 安娜觉得摩根的行为非常诡异 摩根解释 说自己可能是被古罗马匕首的 邪恶传说给吓到了 仅去办公室里 摩根建议两起命案分开调查 把重点转移到最开始的死者 布莱登身上 因为两者之间没有联系 就在这时 路卡斯发现两具尸体之间的联系了 他说两具尸体的身上 都有细长的瘀痕 而且手指缝中 都有橡胶手套的粉末 看来得再去一次博物馆了 于是摩根和安娜再次来到了博物馆 摩根无意间发现门口的保安 也戴着橡胶手套 紧棍 皮鞋 看来这保安有很大的可能性 摩根跟踪了这个保安 他们进入了一个展厅 结果这个保安早就发现了摩根 抽出了紧棍 对着摩根一顿打 安娜冲出控制了保安 保安被带回了警局 汉森对他进行了审问 摩根发现保安的手正在发抖 这明显是有肾病的迹象 摩根悄悄调配了一杯特殊的咖啡 让安娜进去审问 于是安娜带着咖啡走进了审讯室 保安一边喝一边接受询问 结果没几分钟 这个保安就晕倒在地上 摩根连忙冲到了审讯室 告诉安娜 保安可能是心脏病发作 让安娜去打急救电话 而自己却跑到保安旁 威胁保安说出匕首的位置 保安只得在摩根的耳边说出了一段话 最后医护人员进来救了保安 得知线索的摩根跑出了审讯室 安娜发现了杯子的义务 看来摩根在向自己隐瞒什么 立即去调取了监讯室的监控和露营 镜头一转 摩根再次找到了格利芬 原来保安是受到了他的指使 当初布莱登将匕首拿给格利芬之后 准备将匕首交到博物馆 但格利芬不同意 所以就买通了保安抢下匕首 说完格利夫拿出了一本笔记 里面记载了很多人体实验 其中一个实验就是 不管用什么方式杀死这个人 他都能活过来 只不过消失后会在附近的河流中重生 正因为如此 格利芬才会想去调查真相 就在两人说话前 外面的房门被打开 摩根从格利芬手中接过匕首 躲到了门后准备伏击 进来的人居然是安娜 摩根让安娜相信自己 但安娜还是拿走了匕首 第二天法医办公室 摩根告诉卢卡斯去把古罗马匕首拿来 自己要做个金属物质检测 卢卡斯拒绝了摩根 因为安娜刚刚警告卢卡斯 不可以将匕首给摩根 否则自己就会被开除 摩根来到办公桌一看 匕首就在桌子上 原来是卢卡斯暗地里帮助摩根 摩根带着匕首走出了警局 和亚当相约在地铁站见面 与此同时 安娜也偷偷地跟在了摩根的身后 摩根顺着隧道走进了一段废弃的站台 神秘人早早地就在这里等他了 他以为摩根是拿匕首来杀他的 可是摩根却把匕首丢在地上 亚当拿出了摩根和阿比盖尔的合照 还逃出了曾经杀死摩根的火枪 开了一枪 安娜听到地下的枪声 结束永生了吗 安娜赶来地下 发现了摩根留下的怀表 而摩根又出现在了河里 最终我们的摩根还是重生了 而刚刚被摩根注射了药物的亚当 则在站台上晕倒了 画面一转 亚当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医生告诉摩根 亚当已经是活死人了 估计这一辈子 他都要躺在床上了 摩根告诉亚当不用担心 自己不会让他死的 反正我俩都有永生 有的是时间 最后安娜带着摩根的怀表和合照 来找摩根 向摩根要一个解释